江宁有一个世代巡龙的楚家 听家里的老人们说 这个江宁楚家 是唐朝明臣楚岁良的后人 当年楚岁良 由于反对唐高宗纳武则天为昭仪 得罪了皇上 因此获罪被贬至安南的爱州 楚岁良的后裔 因为担心会受到株连 于是便将自家的姓氏楚改为谐音的楚 从此自称楚氏 世代相传至今 唐末时 安南内乱 楚家举家迁徙 重返中原 历经百年 这才在江宁站稳了脚跟 然而楚家好日子没过上几天 江南就开始闹起了长矛 楚家作为一方的乡绅豪门 以求自保 只能被家过其中 跟着长矛一起造了法 后来长矛兵败 蜻蜓大肆捕杀太平天国的余孽 十几万太平天国的残兵败将 四处奔逃 而楚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驾船逃往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楚家的人到了美国之后 正巧美国也在打内战 楚家的人当时耗费了全部的家当 在当地盘下来了一家服装加工厂 随后楚家顺理成章的 就做上了为军队生产被装的生意 后来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 双方加起来战死了几十万人 无数个家庭支离破碎 多少人落下了终身的残疾与痛楚 但是楚家却因为这场战争 拽了一个盆满钵满 自此楚家变得家道从容 买楼置地 做起了外国的农场主 也算是忠于苦尽甘来 原本像楚家这样外迁的人 江湖上多不胜数 有去南美种咖啡的 也有去欧洲弄海船捞鱼的 在江湖上 谁还不认识几个在外面闯荡的朋友呢 可是正所谓人走茶凉 那些年里 没有岳阳电话 也没有网络 大家彼此联络都要靠发电报 时间一久 大家的关系自然也就渐渐地变得生疏了 至于楚家 起初也正是这样 自从他们去了美国之后 就与中原江湖断了联系 后来除了老一辈的人 江湖上的年轻后生都不知道江湖上 曾经还有过江宁 楚家这么的一个名号 然而后来日本侵华 楚家毫无征兆的 给国内送来了 整整一个渡轮的战食物质 从药品到粮食 几乎是应有尽有 同时 楚家还派人传回了话 说他们家虽然身在藩区 但永远都是华下血脉 母国有难 楚家一定不会坐而视之 楚家的这番一举 当时在江湖上轰动一时 在楚家的带动之下 很多早年迁居外邦的江湖人 纷纷捐钱捐物 甚至还有人 将自家的年轻子侄派回来参战 以权力来支持母国的抗战 自此之后 江宁楚家的名号 算是响彻了整个中原江湖 不管是陆林里打家劫舍的土匪 还是庙堂中那些大人物的护法轻卫 只要一提起楚家 没有一个人是不竖大拇指的 从那之后 楚家又陆陆续续的 送回来了几批紧缺的物质 直到后来日本人彻底将海路给断了 楚家这才作罢 没几年 日本人被打跑了 国内又开始打起了内战 楚家因为自己当年 就因大清与太平天国的内战 才举家逃往海外的 自然是十分反对 这场同是操歌的战争 于是楚家当即立断 主动断掉了所有与国内的联系 明明白白地表明了自己不偏不倚 两不相帮的态度 国民党战败之后 大陆与美国的关系一直不佳 在这种情势之下 楚家自然也不会再与国内的同行联络 以免给彼此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直到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 两边这才逐步又恢复了联系 楚家几乎每年都会派人回国 游进天南地北 遍访明山大川 外人见了都说楚家人是徐侠客脱生 居然这般的喜欢游山玩水 但是作家里正行当的同行们 每一个的心理却都很清楚 别看楚家如今已经成了美国那边的大地主 但是估计楚家先人寻龙的那条祖讯 楚家人是一直铭记在心 从来都没有忘却过 他们这每年都派人这般来回的东奔西走 其实就是在寻找传说中的神兽龙的踪迹 一开始 这行里有些人还并不相信 楚家人仍在继续找龙 于是有一回 一个江西天师道的人 在酒桌上当着楚家人的面 半开玩笑地说 古人说的龙 可能就是对鳄鱼 蜥蜴 诸如此类动物的一种错称 还说中国古时候南方有很多弯鳄 体长可达数米 有很可能当时很多有龙有官的译文 其实说的就是这种体型硕大的弯鳄 哪知这人的话一说完 楚家的人就十分不悦地回道 你们知道古时有一个字 写作陀 说文解字中有写 鸵 水虫 四七亿 长荡所 皮可为骨 这里的鸵 其实说的就是鳄鱼 过去民间俗称为土龙 猪婆龙 梁书里也写道过 鳄大者 长两丈鱼 壮如鸵 有四族 而在元朝人写的一本 名叫真阿风土记的地方质里 也曾经有言 鳄鱼大者如传 有四脚 蕨类龙 特五角尔 所以古时候的人 他们绝对是分得清龙与鳄鱼 就算是七八米长的巨鳄 他们也都认的 而且他们也知道 这种大鳄鱼虽然很像龙 但与龙还是不一样的 楚家的人当时说到这里 将深周的人环视了一圈 继而又道 至于蜥蜴这种动物 它在古时候也有一个专用的名词 叫做蛇狮 到了明清 它还有一个叫法 换作手工 所以古人说起来 其实对于龙 鳄鱼 蜥蜴这类的动物 都分得很清楚 金人切莫把古人都想得太傻了 并且史书上那些 亲眼目睹过龙的人 甚至包括一些坠龙事件的亲临者 他们也都说过 自己见到的动物宛如画中龙 画中的龙是啥样 鳄鱼跟蜥蜴这些东西又是啥样 你们当真以为 古人会分不清他们之间的区别吗 楚家人的这番话一说完 酒桌上的众人历时便停下了说笑 这时大家才知道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但是楚家对于寻龙这件事 依旧还是未改初心 仍然还在苦苦求索之中 当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众人的酒自然是无法再喝下去了 随即那场饭局也就跟着不欢而散 从那之后 楚家人就再也没有参与过这种 所谓的行内交际活动 楚家自此便再次淡出了同行们的视线 哪知没过多久 楚家人便毫无征兆地再次回到了国内 一大群人在北京下了飞机之后 连机场都没出 便直接办了转机 奔着沈阳的桃仙机场去了 楚家人到了沈阳之后 就到处开始打听 有没有海船可以出海 并且给出了一个高的有些离谱的价钱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没多久 农村有些地方 甚至还都在靠计公分赚钱 楚家人出个那个价钱 当时无论对于哪个家庭来说 都无疑是一笔巨款 于是一时之间 联系楚家人的船主是络绎不绝 这些人离游走海跑船的江湖人 也有流窜于公海之上的海匪 当然还有是带在海上打鱼的正经瑜伽 这群靠海吃饭的汉子 每一个人都心心念念 想能把楚家的这笔钱 赚进自己的口袋里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 这些人来得快 走得也快 每个人在联系到楚家 听完了楚家的要求之后 全都是一脸不敢相信 随后他们再三确认 得知楚家并不是在与他们说笑 这些人立即转身离去 连头都不带回一下的 事后也有好事者 跟一个当时与楚家联系过的传老大 悄悄打听其此事 那传老大一听来人是在问楚家的事 当即回到 那家人的脑子都坏掉了 居然想去女王眼 那不是去找死吗 这种活就算给再多钱 也没人干 除非是谁活腻了 嫌自己命长 原来 这次楚家人找海船 是想去海上的一个地方 根据楚家人给出来的经纬度 人们发现楚家人打算去的地方 是东海上一个被叫做女王眼的海域 根据那个传老大所言 那女王眼海域附近的天气十分古怪 往往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 后一秒便风雨交加 一丁点的征兆都没有 如果有人行船到附近 只要他遇上了风雨 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 海上掀起的巨浪 会将他们的海船撕个粉碎 过后连快完整点的山板都寻不回来 几百年来 不知道这鱼王眼 已经吞没了多少条海船与人命 因此自古以来 那里都是跑船人的禁地 没人知道楚家的人 为什么要往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去 而江湖上不少与楚家相熟的人 在听闻到这个消息后 也都纷纷规劝楚家 让他们离这种送命的地方远一点 毕竟大海不比在路上 就算是在有经验的老海民 也都不敢保证自己 在海上能够万无一失 更何况楚家这次的目的地 还是这种诡异的地方 真是老太爷再多给上几条命 都不够他们丢的 可是 对于众人的劝说 楚家人丝毫不为所动 居然一门心思地要往渔王眼去 当时家里的老头子 也听说了楚家要出海的这个事 老头子们在私下里说 楚家八成应该是又得到了什么 跟羽龙相关的消息 所以才会这般铁了心的一意孤行 不过依照海民的话 只怕楚家此行事凶多吉少 这个时候 有个老头子对众人道 你们还是先等等 若是楚家找到 愿意带他们出海的船 再替他们操这份闲心吧 虽然有句话说的是 众赏之下必有勇夫 但是哪有人会傻到 愿意上杆子地陪他们去送死 除非楚家能大老远地 从美国找一艘船过来 否则依我来看 楚家只怕是连这个海都出不去 结果 家里老头子的这番话 刚说完没多久 从关外就传来了消息 说是楚家终于找到了一条 愿意带他们去女王眼的海船 而且那艘海船 从船主到底下的船员 四五个人全部都愿意跟船 准备随着楚家一起驾船出海 家里的老头子得了这个信 纷纷在私下议论 都说世上还真有这种 要钱不要命的主 居然为了点钱 就敢陪着楚家往那火坑里跳 没过多久 家里就将这事给打听清楚了 原来那艘海船是庄河的 船主姓曹 他也是那条渔船的船把头 他与他手下的那群船员 都是庄河本地人 师代都是靠海吃饭的渔民 这草把头前一段时间去医院体验 查出来自己得了癌症 医生说他如果肯做手术 手术成功的话 草把头应该还能活个七年八年的 但是以后海上的活 他肯定是不能再干了 但如果草把头不做手术的话 那他最多也就剩下一两年的时间了 这草把头家里有一儿一女 老婆原本就常年卧病在床 如今儿子大了要结婚 女儿还在上学 都正在要花钱的时候 草把头知道自己的病脱不了太久 就算他砸锅卖铁做了手术 那之后自己也变成一个废人了 只会使家中的状况雪上加霜 于是从医院回来之后的草把头 一直在琢磨 要如何在自己临死前 为家里人留下一笔活命的钱 最起码在自己走后 老婆不必再为儿子结婚 和女儿上学的钱去发愁 这个时候 草把头知道了楚家要找船 去于王眼的这件事 草把头在家思虑了一夜 最终决定冒险走一遭 第二天 草把头就将这是 跟自己船上的兄弟 一五一时的交代清楚了 草把头的本意 是打算自己驾船 宋楚家去于王眼 而船上的其他船员 没必要跟着他去冒这份血 所以他想让这群 跟了自己十几年的兄弟 抓紧时间另寻出路 毕竟大家都是有家要养的汉子 不能只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 可是草把头将自己生病的事一说 他船上的那群兄弟 竟然没有一个人肯走 都说要陪着草把头一起去于王眼 就算是他们葬身于父 也不能复了这么多年 与草把头之间的那份情谊 更何况这么一艘海船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就靠着草把头一个人 虽然可以将他勉强开出海 但是一旦遇到了风浪 或者其他的突发情况 草把头一个人肯定是应付不过来的 所以无论如何 他们也都要跟着草把头一起去的 草把头苦心劝说了众人许久 可是无人更改主意 都决意跟定了草把头 最后草把头也没了旁的办法 只得带着自己船上的这班兄弟 去联系了楚家 说楚家的这个活 他们这伙人愿意将其接下来 但是他们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便是 楚家得把这次的酬劳再加一倍 第二则是楚家需要提前将全部的钱 交给草把头他们 而且不管日后在渔王眼发生什么 楚家都不能再将这笔钱给讨回去了 对于草把头他们的这些要求 别说是在江湖上 就连在寻常的行当里 都很少会有人听说 一者 楚家之前给出的价钱 已经是高得有些离谱 如今草把头他们 又在这笔钱的基础上 多要了一倍 简直就是在趁火打劫 二来 江湖上的规矩 酬金从来都是事前先付一半 事成之后再将其结清 哪里有还没干活 就提前把钱收起的道理 但是没成想 草把头他们这边话音刚落 楚家的人便毫不犹豫 将他们的要求给一口印了下来 还问给草把头他们的钱 他们是准备银行转账 还是打算要现金 并且楚家的人还问草把头 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动身出海 希望他们可以越快越好 草把头一群人也没有想到 楚家会这般着急 当即说了自己想要献钱 还说只要拿到钱 他们三天之内就能准备妥当 随时都可以出海 楚家的人听了草把头他们的话之后 也没有再多言 当天下午楚家就把几万块现金 送到了草把头他们的手上 草把头一群人当时拿着这笔巨款 简直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大家清醒过来之后 立即将这笔卖命换回来钱分好 拿回了家 随后一大群人便开始各自收拾形状 被足了吃喝 与家里支会了一生之后 便直奔码头上了船 第二天 草把头他们花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将渔船里里外外都给检修了一遍 在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之后 草把头便通知了楚家 说是自己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都可以出发 楚家的人在接到消息之后 当天下午就赶到了庄河 一群人往草把头他们的渔船上 大大小小搬了十几箱的东西 随后楚家的人便催促着草把头 他们赶紧开船 瞧那架势 楚家居然是一刻都不肯多做耽搁 草把头他们之前 虽然也知道楚家对出海这是很着急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竟然汇集到这般地步 居然连一个晚上都不肯多等 可是毕竟草把头他们 拿了人家那么一大笔钱 正所谓吃人嘴短 拿人手短 因此对于楚家的要求 草把头他们自然不好开口拒绝 于是草把头他们当即就依照楚家的意思 将船上所有的物资再次清点了一遍 最后确认无误之后 一大群人便连夜起毛 驾船奔向了大海 那次出海 楚家这边带头的人 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 楚家的人都称呼他为七爷 家里的老头子 有人也曾经跟他见过几面 虽然与他并不熟悉 但是知道这个楚七爷 是楚家本族里的一号人物 据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参过军 还在越南打过仗 因此楚家的年轻一辈 对他都十分尊敬 这楚七爷当时一上船 就与草把头开始寒暄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年纪 看上去差不多 楚七爷便非扯着草把头 要分出一个长幼来 结果一番争论下来 众人发现 楚七爷居然比草把头小了两岁 当即楚七爷便毫不见外 叫草把头为曹哥 而草把头却只是笑着应了一声 依旧客客气气的 将楚七爷称呼为楚先生 楚七爷与草把头他们这一群人就这样 趁着夜色 乘船在海上一路及时 原本这大海在白天时便是无边无银 当你站在船首 回顾四周 丝毫望不到尽头 眼中除了海水 仿佛再也寻不到旁物 望着眼前的这般浩瀚的场景 即便心中有再多烦忧之事 也会寝客全无 这个时候 陪伴你的 只有满眼的海浪与耳边阵阵海风 但是到了夜晚 海上的情境就变得全然不一样了 白日离你在海船上 四周起码还有一些景色可看 然而入夜之后 大海之上除了黑暗还是黑暗 而人类出于对黑暗畏惧的本能 身处在这种环境之下 人类的心中 除了一种隐隐的心悸之感 便只有一种对陌生事物的恐惧 而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夜晚中的大海 反而要比白天里的更加令人着迷 楚七爷坐在船上 也不知道他是为了掩饰心中的不安 还是真的喜欢与人闲聊 船上的人都还没认权 他便如同打开了画匣子一般 与曹把头的那般手下攀谈了起来 两边人各自说了一些自己的见闻 和一些生活经历 说着说着 也不知怎么地 楚七爷便将话题 扯到了这次航行的目的地鱼王眼 楚七爷对众人说 别看曹把头他们这些人 都是世代做海民的 但是对于鱼王眼 这地方名字的由来 指不定还没有自己了解 楚七爷在此行之前 也做过一些研究 根据民间相传 这鱼王眼是海坤的眼球所化 每当海坤忧心流泪之时 这鱼王眼便会掀起滔天巨浪 吞噬海上的渔船与海民 因此途径鱼王眼附近海域的渔船 全都不敢声张 生怕弄出动筋惊扰到那条海坤 但是传闻终究还是传闻 自然是当不得真的 楚七爷说 实际上鱼王眼这个名字 应该是对于鱼墙的误读 这鱼墙是上古时代北方的海神与风神 在一些古籍中 也将它写作鱼江鱼经 相传他是皇帝之孙 传说中 海神渔强统治北海 身体虽然像鱼 但却有人那样的手足 做骑士一条双头巨龙 而风神渔强也被叫做玄冥 是专区的大臣 人面鸟身 两耳各悬一条青蛇 脚下也踏着两条青蛇 同于北境 乃北方之主 庄子终有约 北海之神 名曰鱼墙 灵归为之使 说的就是北方的海神鱼墙 乃是灵归的化身 这鱼王眼附近的海域 天气变幻莫测 水矿凶险异常 海民很容易便会把它当成为海神发怒 因此便有了渔强一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海民之间口口相传 渔强变成了渔王 于是这才有了渔王眼这个名字 楚七爷这洋洋洒洒的一番论述下来 言语之间颇有几分得意之情 哪只草把头的那些手下 当时却并不想谈论此事 楚七爷这边说了大半天 他们这边 却始终都没人愿意出来搭这个话茬 见到眼前的这般情景之后 楚七爷顿时间便哈哈大笑了起来 随即便对着草把头的那般手下言道 我听说你们这些 常年在海上跑船的 那都是天不怕地不怕 迎着风撒尿 都能顶出三丈远的汉子 怎么被这个渔王眼给吓破了胆 连说都不敢说了 楚七爷这边话音刚落 草把头的一个被叫做铁头的手下 便应声回他道 楚老板 咱们兄弟既然都已经跟着你来了 心里就没有再怕 我们之所以不想讨论这事 那是因为在咱们这海上 有这么一个讲头 那就是很多事情都特别邪性 平时你不去提他还好 只要你一说 他十有八九就会应验 因此我们在海上跑船的时候 从来都不会去谈论这些 只是渔王眼那一带 暗礁很多 我们行船的时候 就算没有这些破事 那地方我们也都会躲得远远的 我瞧您和您身边的这些人 应该都没有吃海水饭呢 你们好端端的非要跑到那去试图啥 哪只铁头的话刚一问完 还没等楚七爷作答 远处的草把头便出声喝道 人家不过是多说几句话 你们怎么就把咱们跑船的规矩给忘了 别人家的事 你们跟着瞎打听什么 草把头的这声爆喝 立时就让铁头他们安静了下来 楚七爷明白草把头此举 其实是想替自己的手下解围 毕竟这次楚七爷他们才是施主 铁头这般打听施主之事 确实不合江湖上的规矩 若是楚七爷他们此行 再有什么隐秘 铁头方才的那一问 已经算是犯了江湖上的忌讳 这时就听楚七爷对草把头道 曹哥不碍事的 我和你的这些兄弟只不过是在闲聊 大家都用不着这么拘束 再说了 本来我也想找个机会 跟诸位说清楚咱们此行的目的 不然大家全都糊里糊涂的 到时候只怕会坏事 说着话 楚七爷便跟草把头他们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江宁 楚家的来历 与他们家中的祖讯 说到最后 楚七爷还毫不避讳地对大家说 在不久之前 楚家得到了一些与龙相关的消息 他们这次到渔王眼 就是依照这些消息 去查探龙宗的 楚七爷的这番话说完之后 别说是铁头他们 就连草把头 都许久没能再说出一句话来 而楚七爷对众人此时的这种反应 也是早有预料 当即他便不以为然地对草把头他们道 大家或许会觉得 龙这种东西过于虚无缥缈 而我们这次寻龙的举动 也有些异想天开 不过还请大家能够相信我 也相信我们楚家 我们是不会轻易做那徒劳之举的 没有超过五成的把握 我们楚家也是不会这般大动干戈的 说着话 楚七爷用一场坚定的语气 沉声言道 不管是人如何去向 但是我们楚家始终相信 龙是一种真实的动物 或许这种神秘的生物如今已经灭绝 但是在世间总有它留下的蛛丝马迹 我也不怕诸位笑话 别人家的祖训 都是历身修德 忠孝传家之类的话语 但是我们楚家的祖训 却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寻龙 如果这代人没成 那就下代人 下代人没了 还有下下代 即便如今我们楚家是策努力顿 驱策猎马 但正所谓魁步不休 博别千里 我相信楚家总有祖训成真的那一日 楚七爷这一番话说的是慷慨激昂 全然没顾草把头他们的反应 直到话都说完了 楚七爷这才想起了身边的众人 当即楚七爷略带尴尬的一笑 对不住 我这年纪大了 嘴上就没把门得了 一时激动 这话又说多了 让诸位见笑了 总之寻龙是楚家的事情 至于龙这种动物 你们信与不信 那都没有关系 诸位只需要将我们送到渔王眼 剩下的事情 交由我们楚家自己来办便好 听着楚七爷的话 草把头一群人随即出言附和了几声 都说会尽全力将楚七爷他们送到渔王眼 还说楚七爷吉人有天象 这次出海肯定不会有事 必定会马到成功 得偿所愿 一大群人说来说去 都没人再去提寻龙这茶 楚七爷心中明白 别看草把头他们是常年跑船的海民 平日里又是纪海神 又是拜龙王的 面上看着颇为迷信 但如果真要让他们 去相信一些怪力乱神之说 他们反而会秉持着怀疑的态度 静观不语 对于楚七爷方才所说的龙 草把头他们摆明了是不相信的 只不过是爱于楚家的情面 所以才避而不谈 若是换作旁人 估计草把头他们早便已经笑成一片了 哪知就在此时 草把头的手下 那个名叫铁头的船员 突然冷不丁地大声喊了一句 楚老板 你说的话我信 我爷爷就曾经见过龙 他亲口跟我说过 听了铁头的这一嗓子 草把头的那般手下先是一愣 随后他们便发出一阵嬉笑之声 这时就听有人对铁头低声道 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 你当这龙是咱们海里的鱼虾吗 是你想看就能看到的 铁头文言正色道 我能拉上我爷爷的名声来扯谎话吗 再说扯这种话 对我能有什么好处 还扯回来前 还是能给我多扯几亩地回来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真的看见过龙 这时船上众人一片寂静 包括楚七爷在内 谁都没有料到 居然会生出这样的变故来 最后还是草把头犹豫了一番之后 对铁头问道 铁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呢 铁头皱眉回道 这是可有年头了 我爷爷都死了十几年 他说那是他年轻时候的事 算起来少说也有五六十年了 如今人都已经死了 这种事我还能有啥好说的 不过这是肯定是真事 这龙也不光我爷爷瞧见了 我们老家那边 好多老人当年也都看见过 楚七爷当即追问道 铁头兄弟 你老家是哪里的 铁头文言回道 我老家是银口的 那还是日本人 站着咱们东北的时候 有一年我们那边 从天上掉下一头龙来 好些人都瞧见了 怎么 这是你们难道都没听说过 铁头的话刚一说完 船上便有人接话道 这是我听说过 但我是听家里老辈说的 说是迎川有一年 掉了一头龙下来 听说还上了报纸 你爷爷居然亲眼瞧见了 铁头听了那人的话之后 立马笑道 当时掉龙的那地方叫田庄台 就在迎川的辽河边上 我爷爷的姥姥家就是田庄台的 那段日子她在田庄台帮着我太奶盖房 刚好就遇见这事了 铁头告诉众人 他爷爷当年去田庄台是七月份 正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 那个年月 老百姓家里都不宽垂 压根也没有什么余粮 他爷爷到他太奶奶家帮忙起新房 还得自己带着粮食 白天里 铁头的爷爷气墙上瓦 忙上忙下 晚上就直接铺上一片草席 光着膀子在院子里睡 那天夜里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院子里的蚊虫格外的多 搞得铁头的爷爷根本就无法入睡 他躺在草席上翻来覆去 直到后半夜才好不容易睡着 结果才入睡没多一会儿 铁头的爷爷 就被一声沉闷的雷声给惊醒了 还没等铁头的爷爷反应过来 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瞬间就将铁头的爷爷给浇成了落汤鸡 铁头的爷爷随后就一到了门廊底下躲雨 那场大雨下了整整一夜 浑身湿透的铁头爷爷 后面也没能再睡着 到天亮的时候 大雨终于停了下来 铁头的爷爷吃了几碗稀饭 便又上了房 经过一夜的暴雨 这乌梁上有些瓦片需要重新铺盖 铁头的爷爷一边坐着火 一边骂骂咧咧的抱怨 觉得这场大雨来的真不是时候 不然的话 今天他这屋顶上的火 铁定就能做完了 正在铁头爷爷蹲在屋梁上压草扑瓦之时 村子里突然人声吵杂 不少人都冲出屋门 朝着不远处的辽河跑去 铁头的爷爷当时站在屋梁上 心中十分诧异 正巧下面有一个跟他还算熟识的人跑过 铁头的爷爷将那人喊住 问他出了什么事 那人头也不回地回到 昨晚上下雨 有条龙掉下来了 现在就趴在河道上 还没死呢 赶紧去看吧 铁头的爷爷闻言一愣 瞎意识地又问了一遍 在确定自己刚刚并没有听错之后 立刻就从屋梁上跳了下来 顺着人流 洒鸭子就往辽河的上游跑去 铁头爷爷一口气跑了 差不多能有一盏茶的功夫 终于来到了河畔 此时河岸边上早已经是人山人海 不光是田庄台 附近几个村子 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有不少人赶了过来 当时铁头的爷爷站在田头 老远就瞧见在干河的河道上 盘着一条乌青色的大蛇 约摸着至少能有三四丈长短 铁头的爷爷从来没有见过 体型如此巨瘦的动物 激动之余 他挤开了层层围观的人群 好不容易凑到近处 这才看清了那大蛇的模样 就见这大蛇长得是牛头蛇身 两眼凸起 嘴边还生有两条长须 并且在他的身子两侧 生有四足 极肋鹰爪 浑身披挂着鳞片 在鳞片之上 还附着一层合鱼那样的粘液 腥臭一长 光瞅着这条大蛇的样子 就已经像极了画上的那些龙 再加上他这大的惊人的身子 这大蛇除了惠世龙 还能是什么东西呢 铁头的爷爷当时 就站在离那头龙不足两米远的地方 身边的人全都跟他一样 都被这庞然大物的气势所迫 互相推搡着 但是谁都不敢上前去进关 正在铁头的爷爷犹豫着 要不要走到那头龙的跟前 亲手触摸他几下之时 突然从人群里窜出一个孩子来 只见这孩子飞快地跑到那头大龙的身侧 抬手在这头龙的身上一扒 居然硬生生地从那龙的身上 撕下了一片巴掌大的鳞片 这孩子得了那片龙鳞之后 高兴地大叫了一声 随后便钻进了人群 消失不见了 而那头巨龙在被撕掉了龙鳞之后 只是仰起了头 发出了一声牛鸣一般的低沉嘶吼 随即便又将脑袋垂到了地上 一副痛苦的模样 巨龙这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 终于将围观众人心中 仅存的那点敬畏给彻底打消了 顿时间 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句龙鳞是神药 可值不少钱呢 随后就见到人群一阵骚动 立刻又有好些人冲到了那巨龙的身边 开始动手从龙身上撕扯鳞片 随着凑到巨龙跟前的人越来越多 那头巨龙的嘶吼也跟着预发的洪亮起来 眼瞅着河道里的局面就要失控 突然之间就响起了两声枪响 这两声枪响过后 人群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随后铁头就看到民团的人 堂枪加炮地冲了过来 把围观的人群给赶出了一帐开外 这是附近几个村子的里长乡身们 也都从人群里钻了出来 指着各自村里的人就破口大骂 说这河道里的动物就是天上的神龙 伤了他那可是要早报应了 今天如果能将他照顾好了 将来带他重回九天 必然会保佑这方圆百师里的乡亲 人寿年峰 六处兴旺 在他们的主持之下 附近的百姓纷纷取来了自家的尾席 给这条巨龙搭了一个凉棚 还有人专门负责挑水 日夜不停地往龙身上浇水 保持他踢表的湿润 并且那些乡身还凑钱到附近的寺庙中 请来了大量的僧侣 每日都围坐在这头巨龙的身边 为他诵经祈福 做法超度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几天之后 迎川又半夜突降暴雨 大雨过后 人们惊讶地发现 河道里的巨龙已经消失不见 只有被他压倒的一大圈芦苇 留在了原地 空气中残留着一股浓郁的腥臭之气 足足过了几日 那味道方才散去 事后 闻讯赶来的中药商 在田庄台一带高价回收龙骨 也就是当时围观的百姓 从龙身上撕下来的龙鳞 不少人都因为这个发了一笔小财 铁头的爷爷知道这事之后 一个劲地后悔 埋怨为啥自己当时 没跟着撕几片龙鳞下来 铁头说到这里时 神色异常严肃地对众人道 这是我爷爷在世的时候 跟我讲过很多次 他年轻时的一些老朋友 也都能证实他的话 所以我想这件事肯定是真的 而且听我爷爷讲 后来没过几天 在入海口那地方 又有一头龙掉下来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头龙 不过这一回那头龙死了 这是当时还被登上了报纸 不过那次我爷爷临时有事 所以就没去看 也不知道那头龙的尸体 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曹把头听完了铁头的这番讲述 汉手言道 盈川坠龙这事 我之前也听家里的老人说起过 不过也只是听了一个大概 但是没有铁头说的这般细致 真没想到 居然铁头家里的长辈 当年亲眼瞧见过 真是难得可贵 说着话 曹把头冲着楚七爷笑了一声 沉声道 楚先生 你刚才说你们家里世代都在寻龙 我想迎川坠龙这事 你们家里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关于这是你可知道些什么 简些能说的 也说给咱们听听吧 正好这大晚上的 在海上也没啥事 咱们就当图个乐 楚七爷文言自顾自的一笑 随即对曹把头道 迎川坠龙这么有名的事情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田庄台那次坠龙 是在1934年的7月初 后来入海口发现死龙 那回是在8月初 两次坠龙 前后差不多相差了一个月的时间 至于这两次是不是同一头龙 我并不清楚 但是可能你们不知道 在那年7月底的时候 其实在阴口的市郊 也有一头龙掉下来过 不过当时这头龙掉下来之后 随即便飞走了 所以严格说起来 当年在阴口 应该是发生了三次坠龙 楚七爷随后不紧不慢地对众人说 就在田庄台那次坠龙之后没多久 在一天的傍晚 有一头巨龙突然从辽河中破水而出 弄翻了江面上的三条渔船 那头巨龙升空之后 并没能飞走 在空中盘旋了一阵之后 便又跌落回地面 刚好砸在了一家日本人开的面粉厂上 当时那家面粉厂还没有下班 一间厂房被那头巨龙砸塌了一半 当场就死了九名工人 而且随着这头巨龙的翻滚 他还将旁边闲置铁路上 一节火车车皮给掀翻了 可就在周围的百姓闻声赶来之时 这头巨龙再次腾空远顿 消失不见了 后来闻讯而来的《圣经时报》的记者 根据目击者的话 还写了一篇名叫《龙将酿灾》的报道 刊登在了报纸上 从那之后 辽和里就开始不太平了 先是江边的人在夜里 总是能听到怪叫 江上的渔民也发现 江里的渔比之前少了很多 整条江上总是弥漫着 一股子腥臭气 而且有人还说 他看到有一条黑影在江里翻滚 那条黑影 从江面上来看 就起码有两三丈长短 真不知道这东西 在水底下能有多长 这时江上的老渔民就说 那黑影十之八九 就是前一阵子砸死人的那头巨龙 这龙向来都是水族之王 余下之泪对他都有天生的巨异 因此有他在江中 附近的鱼虾都会远远顿走 所以最近这段日子里 江里的鱼虾才会这么少 而且这龙体腥臭 沾水之后气味更重 这也就是江上最近弥漫着的 这股异味的原因 据说辽和里的那条黑影 足足折腾了五六天 在那段时间里 别说江上跑船的人不敢下水 就连日本人的巡逻炮艇 都会绕着那段江道走 很多闲来无视的百姓 都会守在江边 等着那条黑影在江水中险形 有一些善男信女 还将鱼虾肉鸡之类的供品 倾倒进江里 祈福祷告 楚七爷说到此处 突然轻叹了一声 随即又接着言道 然而在八月七号那天的夜里 江边的人听到有诡异的牛叫声 几乎叫了整整一晚上 第二天 百姓寻生去找 结果在距离辽和路海口 差不多能有十公里处的芦苇丛中 发现一具不知名动物的尸体 那具尸体长达四丈有余 与传说中的龙旗围相像 这具尸体的头部升有双脚 而且还是像鹿角那种样式的叉脚 从尸体上拨下来的鳞片 也足足装了两大竹筐 由于当时天气炎热 尸体被发现时已经有些腐败 腐臭气味隔着几里远就能闻到 说话间 楚七爷话语一顿 停下了自己的话头儿 草把头他们此时正听在信头上 一见楚七爷不说话了 立即追着问道 楚老板 这都说到关键的时候了 你咋还卖起关子了 你快跟我们说说 后来这龙的尸体去哪了 楚七爷闻言笑了两声 记而言道 发现龙尸后的第三天 迎口的第六警署闻讯之后 派了一队警察过来 只是这句龙尸腐败的速度极快 当这些警察赶到时 龙尸上的大部分血肉都已经腐烂 经过清理之后 唯有龙骨留了下来 随后第六警署的警察 将龙骨运到了迎口的西海关码头附近 还圈了一块空地 将龙尸放在里面陈列了数日 当天圣经时报就派了记者过来采访 写了一篇报道 称其为迎川坠龙 而且还配上了龙骨的照片 这篇报道登报之后 轰动一时 从附近县是闻讯赶来的官者 一时间是络绎不绝 甚至使得关外各地前往迎口的火车票 都跟着涨了架 后来日本人将龙尸的骨架 送到了迎口师范学院做成了标本 但是没过几年 因为战争的原因 整个东北的局势变得混乱起来 这句龙骨也就下落不明 彻底遗失了 直到如今都没人找到他的下落 这时就听那铁头对楚七爷道 楚老板 我知道这事 那是因为我爷爷当年是亲临者 可是听了你说的这些 我怎么觉得对于这事 你知道的比我还详细呢 当年你们家不会也有人在迎口 亲眼瞧见那具尸体了吧 楚七爷文言苦笑着摇了摇头道 如果真的是那样就好了 我们家当时国内并没有什么人 在北方的人就更少了 只有天津的商会里有一只人马在 所以在得到这个迎川坠龙的消息之后 尽管我们家在天津的人 连夜启程赶往迎口 但终究还是扑了一个空 等到我们楚家赶到迎口的时候 龙骨早就已经被日本人收走 送去迎口师范学院做标本去了 随着楚七爷说的话 曹把头的手下 不约而同发出了一阵叹息 铁头更是直接说道 真是太可惜了 不然想法子顺跟龙骨头回来 龙这事也就坐实了 就算没有龙骨头 有片龙铃也好 哪只铁头的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曹把头却突然笑了起来 就听曹把头对铁头道 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 楚先生的话才讲到一半呢 你们要是再这样感慨下去 你们让楚先生怎么好意思 再把事情说完呢 楚七爷一听曹把头之言 历时大笑道 曹老哥你莫不是有为补先知的本事 不然你怎么会知道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曹把头当即回道 楚先生 我虽然大半辈子都在海上漂泊 没有啥太大的见识 但是我看人的本事还是有一些的 我瞧得出来 你们家里过去在江湖上 应该也是数得着的大门大户 我就不觉得有些奇怪了 日本人只不过是江的龙骨 放到学校里做了标本 他们又不是把龙骨 收进了宪兵队的地下室 就凭你们家的本事 当时你们若是找几个江湖上的好汉 前进那学校里 将龙骨偷出来 那也不是什么难事 你们家当年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楚七爷文言笑道 曹老哥果然快人快语 你看你问的这个话 我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道 应该怎么回了 不过我也想反问曹老哥你一句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当年 就没有派人去偷过龙骨呢 楚七爷的这番话一出口 曹把头他们瞬间反应了过来 纷纷出言问道 你们家里真的拿到龙骨了 那龙骨现在都在哪儿呢 楚七爷回道 那些骨头现在何处我也不清楚 反正又不是什么稀罕物件 留着他们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谁会去在意呢 曹把头文言一愣 言道不在意 那些不都是龙的骨头吗 你们怎么会不在意 这时话才说到一半的曹把头突然一睁 随即恍然大悟道 那龙骨是假的 楚七爷僵头一点 回道 曹老哥你猜的没错 当年我们家 前后从营口师范学院的库房里 偷出来了三条龙骨 事后找专业的人一看 结果发现 这三条龙骨其实都是鲸鱼的骨头 压根就不是什么龙骨 听了楚七爷的话 曹把头的眉头微微一皱 疑惑得道 难道那头死掉的龙 其实是一条鲸鱼 曹把头话音刚落 还没等楚七爷回话 一旁的铁头却插话道 楚老板 你说的这是有点不对头啊 楚七爷文言 微笑着问其缘故 铁头当即回道 我们都是世代在海上跑船的 从我们祖辈起 家里就有做海民的 反正别的事情 或许咱们跑船的不清楚 但是这海里的鲸鱼 谁会没见过 清朝的时候 我们村里就有老人 专门在海上猎鲸鱼 听说用鲸鱼 炼出来的油脂能炼钢 还是那时候 能用在工厂机床上的 上好润滑剂 日本人和俄国人都会抢着药 所以鲸鱼这种东西 咱们海民肯定是认识的 就算他只剩下了一堆骨架 肯定也有渔民能够认出来 我就不相信了 当年去看龙骨的 有那么多人 难道连一个海上 跑船的海民都没有吗 铁头说话间 微微顿了一下 随后便又接着道 而且迎川入海口那边 我以前去过 都是一片淤泥滩 就算鲸鱼游错了 它也不可能会搁浅到 离入海口十多公里远的地方 鲸鱼是鱼不是鸟 它又没长翅膀 难不成是飞过去的吗 再说了 咱们都知道 鲸鱼身上是没有鱼鳞的 可是楚老板刚刚说 有人在尸体上搜集了 整整两大竹框的鱼鳞 如果那个尸体真的是鲸鱼的 这些鱼鳞又是从哪儿来的 楚老板 不是我信不过你 但是你说的这些话 实在是没法让我信服 铁头最后的那句话 隐约之间带着一丝责怪之意 估计是铁头之前讲述的故事 是他爷爷的亲身经历 而楚七爷随后所说的这些 又与事实有很大的出路 因此铁头一瞬间 便瞎意识地觉得 楚七爷这是扯瞎话 在与自己斗闷子 这种事若是放在平时 铁头定然会一笑止之 可是现今这件事情 已经跟自己去世的爷爷 扯上了关系 他自然不能容忍外人 拿着这事来说笑 因此在情急之下 铁头说话的口气就中了一些 而且话语里也透着几分不客气 这时就见草把头降眉头一皱 冲着铁头喝道 你怎么跟楚老板说话呢 没大没小的 楚七爷自然明白 草把头的这句话 虽然是在责问那铁头 但是草把头只不过是不想让手下的人 得罪了自己这个财神爷而已 但对于自己刚才所说的话 草把头肯定与铁头是持同一个想法 毕竟草把头他们这些海民 对于海里的事实在熟悉不过的了 从一条鲸鱼的身上 搜罗来两大筐的鱼鳞 这种事无论是说给谁听 估计都不会有人相信 楚七爷当即冲着草把头摇了摇手 轻声言道 不碍事 铁头兄弟也没有什么恶意 这事也怪我没有说清楚 虽然师范学院里的龙骨是假的 但是这件事却不是假的 就像铁头兄弟刚才说的 毕竟当时有那么多人都亲眼瞧见了 又不是没人识的鲸鱼 若那龙骨真的是从鲸鱼的身上取来的 又怎么可能会没有人认出来呢 哪知楚七爷的这番话 却将草把头他们一群人给彻底说糊涂了 草把头直接问道 楚先生 你说的这话到底是啥意思 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了 你自己说的那龙骨 其实就是鲸鱼的骨头 可你又说这龙这是是真的 那这具尸体到底是龙还是鲸鱼 是鲸鱼 哪来的鱼鳞 是龙的话 这鲸鱼的骨头又是从哪来的呢 楚七爷此时抬眼扫了草把头一眼 饶有兴致的道 曹老哥 你这长年在海上跑船的老江湖 怎么还会一时犯这种迷糊 这种事你难道还猜不出是什么原因吗 经由楚七爷这一提点 曹把头顿时心中一亮 豁然道 龙骨被人给换过了 楚七爷闻言一拍巴掌 兴冲冲地回道 没错 曹老哥 这是你可算是想明白了 既然这是是真的 但龙骨却是假的 思来想去 这是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这些骨头当时被人给调包了 草把头这时不由出言问道 那这些龙骨是为谁调换的呢 楚七爷笑着回道 当年整个关外都是日本人的天下 能做出这种事的 除了日本人 还会有谁 铁头文言在一旁惊道 这些龙骨如今难道是在日本人的手里 楚七爷当即摇头道 也不尽然 当年日本人在东北战败 关东军曾经将一大批 在中国搜罗来的奇珍异宝 用海陆运往日本本土 在这些珍宝所搭乘的船之中 有一艘名叫赤犬丸的日本商船 而这艘商船在返回日本的半途中 遭遇到了美国潜艇的袭击 结果整条商船瞬间沉没 全体船员也都跟着一起葬身大喊 在赤犬丸的货运清单上 有一个编号为D1934大木箱 其托运人为日本的陆山商会 但是这个陆山商会的幕后大老板 其实就是日本的特务机构特高科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个编号为D1934的木箱里 存放着的东西 实际上是特高科要运回日本的东西 说话间 楚七爷冲着草把头与铁头 他们咧嘴一笑 诸位 我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你们肯定已经猜出来 那箱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吧 铁头回道 难道这箱子里装的就是银川坠龙的龙骨 楚七爷点头道 没错 在英文里 龙这个东西的开头字母为D 而银川坠龙又是在1934年的事情 所以从D1934这个编号里 我们就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当年应该是坠龙的事情 引起了日本特高科的注意 所以日本人就暗地里将龙骨掉了包 因为龙骨的尺寸太大 所以他们就用鲸鱼的骨架做了一个假的 然后真的龙骨就被他们藏了起来 后来日本人觉得关外他们可能守不住了 于是就想将这龙骨偷运回日本 结果运龙骨的商船 却被美国的潜艇给击沉了 这还真应了人算不如天算那句老话了 众人听到楚七爷的这番话 全都不禁为这迎川龙骨的下场感到惋惜 铁头闻言之后 更是哀声叹气了好一阵 觉得那龙骨就这般葬送海底 着实是有些可惜 然而突然之间 这铁头好似想到了什么 转身便死死地盯住了楚七爷 沉声问道 楚老板 容我问句不当问的话 那个叫什么赤犬丸的日本商船 当年被击沉的位置 不会就是在渔王眼吧 你可别跟咱们说 我们这次出海 就是为了去打捞迎川龙骨的 铁头的这句话一问出口 满船的人立马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在望向了楚七爷 想听他要怎么作答 而这时一旁的草把头却大笑了两声 将话头接了过来 铁头 你这也太后知后觉了 你对坠龙的事情了解的那么清楚 是因为这事 你自小已经听你爷爷说起过无数遍了 可是楚先生他又不是亲临者 但是他方才讲述迎川坠龙之时 事无巨细 一桩桩 一件件 所有的事情都仿佛如他亲眼见到的一般 这可不是用一句寻龙祖训 就能解释得了的 据我所知 旧时候与龙有关的传闻有很多 其中也不乏有坠龙之类的故事 可是楚先生为什么 偏偏对迎川坠龙这件事这么了解呢 我猜这些信息 应该是他在此行之前刚刚查明的 所以你要问我们这次出海 是不是跟迎川坠龙有关 我觉得铁头你这就是在多此疑问 这是现在一瞧 这不是秃子头上的狮子 明白的事情吗 面对草把头的这一戏话 楚七爷一直都在一旁笑而不语 始终没说一句话 显然是默认了草把头之言 眼见草把头这边已经认了 船上的这一群人 除了楚七爷的那几名手下之外 所有人都忍不住高声的议论起来 方才他们在听楚七爷讲述那段就是之时 都将其当成了是一件 与己无关的旧闻杂谈 可是谁又能想到 转瞬之间 所有人居然全被扯进了这件事情里 搞不好这满船人 都要因为这是搭上自己的性命 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 着实是让草把头的那般手下 感到一时之间有些难以接受 就在一众人迟疑之际 草把头开口言道 你们都愣着做什么 你们不是一早就知道 这次咱们要去的地方是鱼王眼吗 怎么听了楚先生的话之后 现在一个个的又都怕了 都给我打起点惊之来 别给咱们跑船的丢人 楚七爷自从遇到草把头之后 这草把头说话的语气 一直都很礼让和气 除了之前呛铁头的那一句 草把头并没有说过什么重话 可是刚刚的那一段话 强硬之中透着几分汗勇 楚七爷这才真正的意识到 这草把头无论如何 那也是一个在海上 闯荡了几十年的老海民 无论是他做事的胆色 还是手段的阴狠 肯定都是极出众的人物 更何况他的这群手下 一个个都以他马首是瞻 而草把头在他们心中的威信 更是旁人无从可比的 楚七爷当时不由在心中暗想 之前这草把头跟他们说要加钱 然后又先把钱收到了自己的手里 自己其实在心里 已经有些将他小瞧了 觉得这草把头 不过就是一个借机敛财的亡命之徒 但是如今再看 自己的这个念头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不管草把头此行是不是为了钱 光凭他能让自己的这班兄弟 心甘情愿地陪他一同来冒着烫险 那他就绝对不会是自己 能够随意低看的人物 就在这时 草把头用略带不悦的口气 对楚七爷问道 楚先生 如果不是铁头提起银口坠龙这件事 你是打算什么时候才跟我们说清楚 咱们拿了你的钱就应该给你卖命 这话虽然不假 可是你将此行的底细 这般藏着叶着的 就算你不在乎我这些兄弟的命 难道你就不怕耽误了自己的事情吗 楚七爷文言赶忙解释道 曹老哥 你怕是误会了 我也没有料到 你船上会有当年迎口坠龙亲临者的后人 原本我确实没打算跟你们细说此事 毕竟你们只需要送我们去鱼王眼 你看我们带过来的这些箱子 里面都是深海潜水用的东西 我从家里带来的这些人 也都是潜水的好手 因此这事 我确实没有打算过让你们插手 既然你们用不着上手 这些事情 我又何必跟你们说得那么明白呢 不然我不仅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也是给你的这班兄弟心里面添堵吗 我只是因为铁头兄弟提及了这件事 所以才将这事的原委告之于你们 如果我真的是有意隐瞒 方才我继续装傻便是 根本用不着去多这个嘴 曹把头听了楚七爷之言 暗自一想 觉得楚七爷的话也确实在理 自古在江湖之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凡事做七分留三分 但是话却向来都是说三分留七分 楚七爷不过是出钱 雇了他们这一传人做事 又不是在跟他们搭伙 确实没有必要将事情处处都给交代清楚 更何况这龙骨也并非是什么寻常之物 谁又敢担保曹把头他们这群人 不会心生贪念呢 想明白了此处关节之后 曹把头随即将心一宽 转了画风 又对楚七爷问道 你怎么能确定龙骨就在渔王爷 这个消息你是怎么得来的 楚七爷随即回道 刚才我说了 当年我们家里的人白跑了一趟营口 找人偷出来的龙骨 又被发现其实是鲸鱼身上的骨头 因此我们家里当时就猜出来 真的龙骨已经被人藏起来了 因此那些年里 我们家里一直都在关外寻找龙骨的下落 当时我们楚家借着美国货商的名头 与关东军的高层拉上一些关系 终于查探出来 龙骨其实是被特高科调换的 可是就在我们准备继续追查 那龙骨藏秘之地时 日本人却突然对美国不宣而战 日美两国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敌对国家 于是楚家莫奈何 也只得先将寻龙骨的事情放到了一边 暂时先退出了关外 楚契爷说着话 抬眼望了望夜空 轻叹一口气道 可是这么多年了 家里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一点进展 又怎么能轻易说放弃呢 因此我们楚家事后 又派了些人重回关外 继续在案中调查此事 前前后后也搭进去了几条人命 但是始终没能查出龙骨的下落 后来苏联人打进了东北 日本人准备将盘踞东北 多年搜刮来的财务装船运回本土 我们家这才好不容易寻到了一丝线索 查到了龙骨就在赤犬丸上 只可惜我们家探来这个消息时 那赤犬丸已经启程飘在海上了 当即我们家里便着手开始组织人手 准备派人去日本 但是谁又能料到 几天之后 我们却等来了那次犬丸被袭沉没的消息 眼看着这么多年的努力 就这样富之东流 当时我们家里可以说是一片愁云惨物 都觉得这回应该是彻底没有希望了 曹把头这时又追问道 那么你们家又是怎么知道 那搜日本货轮是在渔王眼那里沉没的呢 楚七爷回道 要说这个事情 那就得从不久之前 我们家在日本找到的一本回忆录讲起了 楚七爷告诉众人说 那本回忆录 是出自一个名叫三岛的日本老人之首 这个三岛年轻的时候正值战争时期 他是日本航运公司一艘货轮上的船舟 有一天 三岛他所工作的那艘货轮 接到了公司指派下来的一个任务 说是让他们去满洲 接收一批货物回日本 当时三岛他们正在青岛的港口轮休 他们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 立马连夜启航 前往大连 当他们赶到大连的时候 发现大连的港口 此时正是一片混乱 各种物资堆积无序 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伤兵 与日本的侨迷 此时三岛才意识到 也许战争的局势 并不像宣传中那样顺利 就凭自己眼前的场景 日本的军队时有八九十 守不住满洲了 然而这些话 三岛只能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 他自然是万万不敢将其说出来的 于是在船长的安排之下 三岛他们迅速找到了一处地方靠岸 将大批的物质拖上了船 而且随着这些货物上船的 还有上百名伤兵与日本侨民 这时 一直静静听着楚七爷讲述的草把头 突然插话道 楚先生 这个叫三岛的日本人 不会就是那艘赤犬丸上的船员吧 楚七爷当即点头道 草把头所言没错 原本我还想跟你卖个关子 没成想才说了几句就被你给识破了 草把头文言不由惊气道 不对啊 那个赤犬丸不是被潜艇击沉了吗 上面的船员也全都跟着一起死了 这个三岛又是从哪冒出来的 楚七爷笑道 草老哥 你先别急 你等我把话说完不就都知道了吗 随后就听楚七爷又继续讲道 后来三岛他们的船 哦 不对 你瞧我怎么还说顺嘴了 我还是直接说赤犬丸吧 楚七爷说 第二日 赤犬丸补充完了挤养之后 三岛他们就起毛出港 直奔日本而去了 当时由于战争的原因 很多航线都已经不能行了 因此三岛他们 便走了一条稍微有些绕远的航线 在海上走了没几天 他们便与一艘美国的潜艇遭遇了 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 美国为了让日本 无法将各战区的军用与民用物资 做有效的分配 因此对日本进行了无差别潜艇战略 击沉大量日本商船 大批往返于日本、中国 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运兵船及运输舰 全都在美国潜艇的攻击下沉没海底 而赤犬丸只是一艘普通的中型货轮 船上并没有任何武器与返潜装备 三岛他们遇到了美国的潜艇 自然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然而就在三岛他们觉得 这次必死无疑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 只见美国的那艘潜艇浮上水面之后 并没有对赤犬丸发动攻击 反而一直尾随着赤犬丸 这时赤犬丸上负责押送货物的 一名日本宪兵队的哨作 对船上的人说 赤犬丸上有一批运往日本本土的黄金 再加上杂七杂八的一些财物 总价值不菲 这些东西都是日本关东军多年来 从中国、朝鲜、蒙古等地搜刮而来的 据难民邵佐推测 很有可能美国人提前探知了消息 为了这笔财物而来 现在潜艇之所以没有对赤犬丸发动攻击 应该是等其他水面上的船只赶来 而这艘潜艇只是负责盯住赤犬丸 随时回报赤犬丸的位置而已 毕竟赤犬丸上的这批财物少说也有几吨重 就凭这艘体积窄小的潜艇 肯定是没办法全数带走的 在弄明白了美国人的意图之后 那名少佐立即对整条船的人说 赤犬丸上的黄金都是属于天皇殿下的 是属于大日本帝国的 绝对不能让他们落入美国人的手里 因此那个少佐就命令船上的全体人员 跟他一起玉碎 直接将船乍沉 宁可这些黄金沉入海底 也不能交给美国人 可是这名少佐的决定 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为首的就是船上的那些伤兵 伤兵们说 他们为了之前为了天皇战斗流血 从来没有过任何怨言 但是现在他们马上就能回家了 却因为这种理由而让他们自枪 他们做不到 他们宁可战死 也不能就这样 毫无意义地死在大海上 这时日本的侨民也跟着闹起来 有人甚至直接放言说 满洲现在已经要被苏联人占领了 太平洋上日本也是输多胜少 照这样下去 日本战败已经是迟早的事情了 当年日本政府将他们移民满洲 对他们许下了各种诺言 结果如今日本政府却无力保护他们 逼得他们只得舍弃一切 狼狈不堪地滚回日本 而现在居然还要让他们做海上的陪葬 他们绝对不会同意 侨民们说他们现在已然是一无所有了 唯有自己一条性命还在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要求他们将其舍弃掉 随着伤兵与侨民们这样一闹 赤犬丸上立马变得火药味十足 当时那宪兵队的邵左的军衔 虽然是船上最高的 但是他身边却只是带了两名手下 而赤犬丸上的伤兵 足足有二三十人 并且也都带着武器 至于那些日本侨民 虽然他们手头的武器并不多 但是他们的人数却是最多的 这几伙人是谁都奈何不了谁 于是一时之间 赤犬丸上也陷入了僵局 最后也不知道是谁先开了枪 顿时间整个赤犬丸上 失乱成了一片 那名少佐跟他的手下 当场就被打死了 伤兵在夺取了赤犬丸的控制权之后 转头就开始对船上的侨民展开了屠杀 后来也不知道这群伤兵是怎么想的 他们居然逼着三岛他们这些船员 全速前进 在海上兜了一个大圈之后 掉头向着美国人的潜艇撞去 美国人估计当时也没有料到 赤犬丸是使出这种同归于尽的招数 但是碍于上级的命令 他们又不能将赤犬丸击沉 于是匆忙之间 美国人的潜艇只能匆匆下潜 想要避开赤犬丸这种疯狂的举动 然而赤犬丸来得实在太快 美国潜艇又跟得太紧 它下潜的速度 根本就没能躲开赤犬丸冲过来的速度 两边最终还是蹭到了一起 美国人的潜艇被撞之后 自然是不敢练战 急匆匆的就撤走了 可是赤犬丸上的动力系统 也在撞击中损毁 只得漫无目的地在海上一路漂浮 结果当天夜里 赤犬丸飘行到了一片完全陌生的海域 突然之间 大海上风暴骤气 失去了所有动力的赤犬丸 只能在这场暴风雨中任由天命 船上所有的人 都已经对身还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三岛甚至当时还听到了数声枪响 其他船员告诉他 那是有人开枪自杀了 可是就在赤犬丸眼看着 就要被风浪撕碎之时 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漩涡的 在那漩涡的正中间 居然是一个硕大的黑洞 赤犬丸现在这漩涡里 分毫都动弹不得 在原地旋转了几圈之后 赤犬丸便被一股巨力 直直地拉向了那黑洞之中 这个时候 赤犬丸上的那群伤兵 变得彻底疯狂了起来 他们在船上见人就杀 甚至还会相互残杀 所有人都在叫嚣着要为天皇尽忠 要以死来明智 三岛亲眼看着赤犬丸的船长 被伤兵一枪轰掉了半边脑袋 炸出来的脑浆 甚至都溅到了三岛的脸上 当时赤犬丸的整个甲板上 都布满了鲜血 残叫与枪声交织在一起 不时地有人哀嚎着跌落海中 尽管倾盆的大雨 不断冲刷着甲板上的血迹 但在三岛的深舟 仍残留着一股浓厚的血腥气 三岛此时已经被眼前的这副场景 吓得几鱼跌倒 两条腿抖得就像是在筛糠 就在这个时候 三岛看到一个伤兵提着一柄长刀 就冲着自己走了过来 三岛自知事情不妙 虽然满心想要逃走 但是却连步子都迈不开 眼看着那伤兵已经奔到了自己的跟前 三岛终于鼓足了勇气 从身边抄起一把弓兵铲 抡圆了对着那伤兵的脑袋 就砸了过去 那伤兵万没想到 三岛这唯唯诺诺的模样 居然在这种时候还敢反抗 一时躲避不及 就被三岛砸了一个正着 三岛见那伤兵倒在了自己的跟前 结果还没顾得上高兴 他就发现刚才这边的动静 已经引起了其他伤兵的注意 一伤伤兵见到三岛打倒了自己的人 立刻就端着枪冲了上来 三岛此时心中的巨异已经全然消退 他一门心思所想的 就是怎样可以活下去 于是三岛当时脑子一热 弯腰就从倒在自己身前的伤兵身上 取下来了一颗手雷 随即将上面的拉环一拔 甩手便将那颗手雷扔了出去 一声爆炸之后 甲板上顿时躺下了一大片人 三岛趁着混乱 匆匆爬上了赤犬丸的救生山板之上 挥刀砍断了山板上的缆绳 山板立马就带着三岛掉进了海里 这时船上的那群伤兵 也跑到了船前边上 一见三岛乘着山板逃到了海上 便纷纷举枪朝着三岛进行射击 子弹呼啸着从三岛的耳边掠过 有几颗子弹还击中了山板 通通坐下 三岛抱着脑袋 躲在山板狭小的舱室里 压根就不敢露头 只得任由赤犬丸上人 朝着自己射击 这若是在平时 三岛可能就已经被打成了筛子了 可是当时海上的风浪很大 大家又都身处在漩涡之中 不管是赤犬丸还是三岛的山板 全都在海面上不停地荡来荡去 连一刻都停不下来 在赤犬丸上 更是连人都站不稳 压根没有办法进行精准射击 故而躲在山板上的三岛 这才显显地逃过了一劫 这个时候 三岛他们已经被漩涡拖到了黑洞的近处 三岛甚至都能看到海面上 那个黑洞中的礁石 三岛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海面上 会冒出一个这样的石洞来 然而未等三岛再多细想此事 赤犬丸上就传来了一连串的激烈爆炸声 三岛知道这应该是赤犬丸在绝望之中 引爆了船上的炸药 说来也是可笑 原本这些炸药是那名宪兵队的哨作 准备用来炸船陈海的 也正是因此 才引发了赤犬丸上方才的骚乱 而事情兜兜转转了一遭 惨死了这么多人之后 如今一切却又回到了原点 赤犬丸终究还是被炸掉了 船上的众人也都跟着做了陪葬 早知如此结局 又何必闹上这一场呢 赤犬丸爆炸之后 船头一清 立马就扎进了海里 而船尾却高高翘起 整个船身几乎都竖在了水中 此时赤犬丸随着漩涡的水流 依旧还在打着转 船身这般一竖 很快就在水面上湿了平衡 当即赤犬丸便船底朝天 朝着三岛的山板就到扣了过来 三岛此时早已对生还不抱什么希望了 望着从头顶砸下来的赤犬丸 不多也不闪 直接双眼一闭 放弃了挣扎 哪只三岛的眼睛刚刚闭上 他就感到脚下一阵 随后他就感到自己耳边生风 整个人都腾空而起 居然飞到了半空之中 这时三岛才发现 原来刚才倒扣过来的赤犬丸 刚好砸在了自己这条山板旁边的水面上 巨大的船体立马激起了一层水浪 将自己连人带船 一同给先飞上天 三岛的山板很快就跌回到了水中 瞬间就被汹涌的海浪所吞噬 而三岛由于身上穿着雨劈 被海风一吹 反而被阻断了下坠之势 转眼之前 三岛便借着风力 在空中不降反升 宛如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三岛在天上被海风吹得是天旋地转 加上当时他又身处暴风雨之中 压根也变不清风向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人被风吹到了哪里 好不容易风变小了 三岛才从天下掉回了海中 在呛了几口海水之后 头晕脑胀的三岛终于清醒了 他在水中一阵挣扎 好不容易寻到了一块破碎的木板 三岛就把那块木板当作了救命稻草 一把便将它牢牢抱住 说什么都不撒手 三岛就这样 抱着木板在海上漂流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差不多中午的时候 他被一艘过路的苏联商船发现 船上的苏联人将三岛就上了船 三岛上船之后 起初他还想冒充中国人 毕竟日本与苏联此时正处于交战状态 而中国与苏联却是盟友 可是恰巧船上有一个苏联人 会说几句中国话 而且他身上的衣服又都是日本海员的制服 因此三岛的企图当场就被对方给看穿 苏联人二话不说 就把他给关押了起来 随后三岛跟着苏联的这艘商船 到了朝鲜半岛 此时朝鲜的北部半岛已经被苏联占领 商船一靠岸 三岛就被船上的人送到了码头上 苏联驻军首领 后来三岛几经周转 被送到了战俘营里 那里被关押的基本都是 原本驻守在满洲朝鲜等地的日本战俘 尽管三岛反复向战俘营的看守解释 自己并非战俘 都是遇到了海难 可是战俘营的看守 只是确认了他是日本人 但却并不关心他的来历 此时日本已经战败 由于在战争中 苏联损失了大量的劳动力 于是苏联直接将自己关押的日本战俘 送到了西伯利亚高加索等地区去做劳役 三岛就这样 被送到了位于西伯利亚 古拉格的一家矿场 做了数年的苦力 几经生死才侥幸得活 几年之后 苏联与日本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三岛作为滞留战俘 被送回了日本 此时 当年与三岛同时去矿场 做苦工的那批战俘 仅仅剩下不到一半的人数 其余的人 已经变成了西伯利亚 广阔平原上的一堆枯骨 永远无法再重归故乡了 三岛回到日本之后 受尽了屈辱与其事 就连他的家人都曾经质问过他 为什么不随着赤犬玩一桶玉碎 反而要以战俘的身份回家 让家族蒙羞 至于三岛所说的遭遇 更是无人相信 身边人都觉得 三岛是为苏联人 无休无止的苦工给逼疯了 脑子已经不正常了 什么在大海里冒出一个石洞来 只怕是连小说家都不敢这样编 就这样 三岛浑浑噩噩地度过了自己的下半生 没有朋友 没有家人 只有赤犬玩上所发生的那段噩梦 一直陪伴着他 结果前几年 三岛得了重病 他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 于是他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写成了一本书 然后又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将其出版 三岛的这本自传 一共只出版了一千本成品书 由于三岛并非是什么名人 文笔又很平淡 书中又包含了大量众人不喜的内容 因此三岛的书前脚被出版 后脚就沦为了废皮 楚家是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 在日本商会看到了三岛的这本自传 当时三岛已经去世多年 楚家没有办法证实 三岛在书中所写的遭遇是真还是假 于是楚家就通过自己的关系 找到了当年 与赤犬丸遭遇的那艘潜艇的航海记录 结果发现 事情真的就像三岛书中所写的那样 赤犬丸上先是发生了骚乱 随后赤犬丸全速撞击潜艇 失去了动力 只是那艘美国的潜艇在受损之后 就匆匆抛下赤犬丸离去了 对于赤犬丸后面的情况 他们并不了解 楚家在拿到了这份航海记录之后 经过一番讨论 一致认为 三岛的这段经历 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赤犬丸应该就是被吸进了海面上 那个十栋之内 而根据潜艇当时的记录来看 他们与赤犬丸遭遇的海域 就在渔王眼附近 根据当时的天气与洋流情况 赤犬丸最后的沉没地点 很有可能就是在渔王眼 于是楚家当即就商定 要派一只人马去渔王眼 寻找赤犬丸的下落 而这是最后就落在了楚七爷的头上 楚七爷得了家里的指派之后 觉得当年赤犬丸是从东北出发的 自己也应该沿着赤犬丸的旧路 开始追查 因此他便带人赶到了东北 准备从东北找海船出海 前往渔王眼 草把头一群人 听楚七爷说完了 此事的来龙去脉之后 半天都没能回过神来 原本他们还以为 楚家的人去渔王眼 不过就是在赌命 可是没成想 在这事的背后 居然还有这般的隐情 当即一传的人又相互议论了一阵 当晚也便再无他话 草把头他们的海船 沿着当年赤犬丸的路线 在月色之下 奔着渔王眼的方向一路几迟 在第三天临近中午的时候 楚七爷与草把头他们 终于来到了渔王眼海域的外围 此时天清气朗 碧空万里无云 草把头远跳着海面 沉没了许久 对楚七爷道 楚先生 渔王眼就在前面了 你确定在这水面底下会有一个石洞 楚七爷回到 应该不会错 事先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渔王眼这附近有大量的岸礁 这些岸礁将这片海域 隐隐地围成了几个童心圆圈 正中心应该是有一处前礁 如果这片海面之下 真的会有什么石洞 那就应该是在这块前礁之下 而且这片海域的岸礁密度很大 只能容小型船只通行 因此中大型的船舶 是无法靠近那里的 说话间 楚七爷遥遥一指 渔王眼的东西两侧 既而言道 这里的位置正好夹在 两条小型洋流的中间 因此气候多变 每当海上起了风浪之后 海面会在风力与水流的双重作用之下 沿着岸礁圈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个漩涡的吸力很强 所有水面的东西都会被它拖入海底 而前礁的那个石洞 恰好就在这个漩涡的中心 所以根据我们推测 当年的赤犬丸 应该就是沉默在 这座前脚的石洞之内 曹把头听了楚七爷之言 咒眉问道 你们打算怎么过去 之前你说你们这次 还带着潜水的玩意 你们不会是想从这边 一口气潜过去吧 楚七爷笑着回道 还请劳烦曹老哥你们 在这里多等我们一下 咱们这些箱子里 不仅有潜水的装备 还有充气快艇 不用二十分钟就能充好气 我们坐着充气艇过去就好 万一有个什么意外 你们在外面也好接应我们一下 曹把头当即摇了摇头 言道 这可不成 你们要是这样过去 万一海上起了风 你们可就把命搭进去了 神仙都救不了你们 那叫三岛的日本人 被吹上了天才宝住了一条命 我可不信你们都能有他那个好运气 楚七爷正次回道 曹老哥 我们给你们的钱 就是让你们送我们到渔王眼的 里面并没包含你们的买命钱 你们用不着陪我们冒这种风险 而且这渔王眼里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其实也不清楚 这种拨命的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曹把头这时哈哈一笑 回到 楚先生 如果是在以前 我也许会听你的话 就留在这里等你们 可是前天 我听了你说了那艘日本商船的事之后 我和我的这班兄弟 私下里已经商量过了 咱们这次肯定是要跟着你们一起过去了 因为现今这已经不仅仅是你们的事了 这也是我们的事 别看你们都张着中国人的脸 也都是说中国话 可你们毕竟都是美国人 那艘日本船上除了龙骨 还有当年日本人从中国抢走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水里躺了这么久 也到了该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等下进了渔王眼 你们寻龙骨 我们寻黄金 咱们两边相互帮衬着 正好彼此之间也能有个照应 说完这话 曹把头还生怕楚七爷误会 又赶忙补了一句道 我们可不是要把那些黄金给独吞啊 不瞒你说 那笔黄金我们也不是不眼馋 但是它实在是太扎手 我们兄弟怕是没有那么硬的命 能把这笔钱花出去了 所以有了你给的那笔钱 咱们已经是很知足 就是想把这些黄金弄一点回去 交给政府 换点啥荣誉回来 以后我们家里人走在外面 脸上也有光不是 楚七爷文言点了点头 回道 这些黄金本来就是中国的 你们若是能够将它们带走 我没有任何意见 可是我们这边就带了一个充气艇 坐不下咱们这么多人 曹把头当即大笑了一声 楚先生 你可太小瞧咱们海上跑船的了 就这点暗礁 我们还真没放在眼里 一会儿你瞧着就好 咱们直接能把这条船使进渔王眼里 这样岂不是更方便吗 说着话 曹把头冲着铁头吩咐道 咱们这些人离你剁把子拿得最好 等一下就由你来掌舵 你可别给我掉了链子 铁头文言哈哈一笑 回道 把头 咱啥时候给你耽误过世 你就放心吧 曹把头随后 又对着自己的一般手下 打了一个手势 大声言道 这次咱们要避开的是暗礁 可不比那次咱们 在北边的海炮子里躲碎兵 随兵咱们碰上几块还能扛得住 这暗礁咱们撞上一次 可就折在这海里了 你们可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点 曹把头话音一落 满船的人便发出了一声奇呼 四散跑到了各自的观察位置 有两侧船弦 也有船首与船尾 有一个小个子还跟猴子一样 爬到了桂杆顶上 曹把头对处气也说 桂杆上这人叫兽猴 水下如果有东西 海水的颜色就会不一样 兽猴在桂杆顶上看得远 有情况发现的也最早 所以兽猴的作用 要比下面所有人加起来都大 只不过这关水色的本事是学不来的 得需要多年的跑船经验 再加上自己的一点悟性 船上这么多人里面 只有兽猴才有这个能耐 这时随着曹把头的一声令下 曹把头他们的海船立马启动了起来 分布在船上各处的船员 不停地向驾驶舱 大声报告着四周海面上的状况 驾驶舱内 铁头双手握着船舵 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虽然铁头的船速开得极慢 可是他紧握舵盘的双手 却一直在运作着 转眼间 就不知他的两只手 已经在托盘上转了多少圈 而在铁头身旁的曹把头 则时不时地抬手指向海面 不住地对着外面的船员大声叫骂 让他们打起精神 同时又在铁头耳边 小声提醒着 要提防可能突发的状况 瞧着曹把头那份焦躁的模样 似乎比掌跺的铁头都还要紧张 楚七爷一群人就这样站在甲板上 望着海船在曹把头他们 有条不稳的操控之下 在暗礁中一路穿行 心中不由大叹曹把头这群海民的驾船记忆 好几次这船都险些与藏在水下的暗礁相撞 全靠桂竿顶上的寿猴 及时出言示警 楚七爷他们方才闲闲地将其避过 就这样 去往渔王眼这短短的一段航程 曹把头与楚七爷他们 足足花费了一个多钟头 才将自己的船驶进了礁石圈之中 楚七爷望着四周 微微露出海面的暗礁 思虑了一阵之后 对曹把头道 曹老哥 之前我还觉得渔王眼这里地形有些奇怪 四周暗礁的分布 几乎就像是用原规画出来的一样 不过现在我终于搞清楚了 女王眼这里千年之前 应该是有一处海底火山 后来这座水下的火山喷发 冒出来的岩浆迅速被海水冷却 然后就形成了这一圈又一圈的暗礁圈 而这些暗礁围在正中央的那处山洞 我猜应该就是火山口 曹把头文言皱眉道 楚先生 这渔王眼的火山还会爆发吗 楚七爷回道 海底火山跟路上的火山一样 分国火山跟死火山 像渔王眼这里的火山 都是死火山 一般情况之下是不会再二次喷发了 曹把头点了点头道 我才不管这鬼地方的火山 是活的还是死的 只要它别在这个时候 给咱们添乱子就成 我们都是在海上跑了一辈子船的海民 就算要死 也得死在海里 我可不要死在岩浆的手里 虽然我喜欢吃烧肉 可我并不想死时变成烧肉 楚七爷摇头道 曹老哥 你这就想多了 这岩浆烫起来都能有上千度 连钢铁都能溶掉 咱们要是碰上了它 立马就化成灰了 那还有时间让你变什么烤肉 曹把头当即正色纠正道 是烧肉 不是烤肉 这两个可不是一个东西 烧肉可比烤出来的肉好吃太多了 一个是阴火轰出来的 一个是见了明火的 说着话 曹把头突然一拍自己的脑门 笑道 瞧我这个脑子 听着你们说中国话 总忘记你们是美国人 咱们这边的好东西 你们肯定都没吃过 等这回咱们回去了 我来做东 请你好好吃上一顿烧肉 我知道有家小馆子 做烧肉可是一绝 配上大蒜黄酱 那滋味让我上天做神仙 老子都不换 楚气爷听后一愣 下意识地道 大蒜是吃生蒜 曹把头笑道 当然是生蒜 怎么 你不吃生蒜 你这不知道咱们那边有句老话 说的是吃肉不吃蒜 滋味少一半 等你跟着我去吃烧肉的时候 你可一定得就这大蒜 千万别跟个娘们一样 摆出一副扭扭捏捏的模样来 不然让别人瞧见了 一准要笑话你 楚气爷顿时苦着脸道 其实吃肉的时候不吃这个大蒜 也并不是不可疑 就在楚气爷与草把头这边交谈之际 突然就听船顶的寿侯高声叫道 我发现洞口了 在东北方向 三百米 草把头闻言 历时收起了脸上那副嬉笑的神情 冲着一旁的铁头言道 把船开过去 留点神 别到了再出了岔子 铁头嗡声应了一声 也没多言 眯着眼睛便将船调转方向 驾船朝着寿侯所指引的方向 缓缓驶去 一群人开着船 大概又往前行进了一百多米 终于在船首的一个船员 江首一台 对着驾驶舱喊了一声停 铁头闻声立即关闭了发动机 把推杆复位 将整条船在水面上打横 随后便让人将船锚丢进了海里 这时围杆顶上的寿侯也滑了下来 对曹把头叫道 把头前面走不成了 太窄了 咱们的船过不去 曹把头当即点了点头 对楚七爷道 楚先生 咱们最多也就只能走到这儿了 要是再想往前面走 除非水位再高一点 不过那估计就要等海上起风暴的时候了 可是我觉得 你应该不会想在渔王眼这里 等着风暴降临 所以咱们还是自己往前跑一段吧 依我看 咱们先不用弄你们的冲气艇了 可以先坐我们船上的小艇过去 后面的人再接着弄冲气艇 这样也不会多费时间 而且我估计这片海 最多也就才几十米深 方才你又说这下面有火山喷发过 指不定一些地方的深度十米都不到 一会你们潜水 我船上的兄弟也跟着你们一起去 我们船上也有几套潜水的东西 虽然去不了太深的地方 但是这点深度应该没问题 当即楚七爷与曹把头两人的一杆手下 全部忙活了起来 曹把头的那班兄弟 看着楚七爷他们 从箱子里取出来的潜水装备 一个个的眼睛都看直了 对比一下自己船上的那些潜水服和氧气瓶 铁头与兽猴都说 当年虽说咱们是靠着小米加步枪 打赢了老蒋的美式装备 可是真要把美国人的东西摆在你眼前 哪有不眼馋的 楚七爷听到众人的这些话 立马十分慷慨地对铁头他们说 等这回事情完了 这些东西就全留给他们 原本这些东西从美国弄到中国来 还得从香港那边转一次 实在是有点麻烦 如果曹把头他们愿意接收这批破烂 那可是帮了自己大忙了 曹把头他们当然明白 楚七爷说的这都是客气话 但是这些国外的潜水装备实在太好 当时在中国市面上压根就见不着 因此曹把头一群人也就没怎么推脱 便笑呵呵地接受了楚七爷的这一番好意 没多一会儿 曹把头与楚七爷他们便都准备就绪 楚七爷这边有四人准备下水 曹把头他们有三人 当即楚七爷与曹把头他们 便经过商议决定 两边掀个出两个人 再加上铁头 与另外一个楚七爷的手下驾船 六个人先坐着船上的小艇 到岸礁的正中心探探路 等下其余的人再由曹把头与楚七爷带队 坐着冲气艇赶过去接应他们 到时船上只需留两个人守船就行 楚七爷这时望了望天 又低头与他的一名负责观察气象的手下 说了几句话 随后就听楚七爷对众人道 根据我们估计 女王眼这里的天气 应该在三四个小时之内 不会起太大的变化 算上我们回程的时间 咱们在这里 大概还有两个小时的作业时间 所以我希望咱们都可以抓紧一点时间 今天不行咱们就明天再来 不必急于这一时 总之一句话 安全第一 切莫冒险 在第一艘小艇出发之后 还没到一刻钟 铁头那边就传话回来 说是他们已经找到了水下的暗礁石洞 那个石洞就在水下四五米深 估计能有半亩地那么大 楚七爷吩咐铁头他们 先不要轻举妄动 等会自己带人过去再一起商量 没多一会儿 冲气艇便被准备妥当 楚七爷与曹把头他们带人上了船 直接就冲向了铁头他们那边 当楚七爷一群人 赶到了铁头他们身边之时 一属铁头他们船上的人头 赫然发现铁头他们 居然少了两个人 曹把头仔细一瞧 看到不见的那两个人 正是他船上的兄弟 当即曹把头就冲着铁头骂道 不是让你等着我们过来了吗 你怎么两个人都看不住 六子和老黑他们两个人呢 铁头听了曹把头的话之后 面露难色 无奈解释道 我已经说过了 说你不让下水 可是六子和老黑他们两个不听 他们说 铁头说话间 忘了楚七爷一眼 犹豫了一阵之后方才言道 他们说楚老板他们要的龙骨 也就一口木箱的事 可是咱们的黄金却要麻烦得多 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所以六子他们两个 就非要自己先下水 说是要多追回一点时间 我劝过了 但是怎么劝他们都不听 我也没办法 曹把头顿时怒道 楚先生都说过了 今天不需要着急 明日咱们还可以继续过来 六子他们到底急个什么劲 铁头文言顿了一下 轻声回道 六子说 这是不能听楚老板的 他们这么着急从美国赶过来 连一天都不愿意多等 说明鱼王眼这边 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在等着我们 否则楚老板没有必要这么赶 铁头的这一番话说完 曹把头也不由地跟着沉默了一阵 随后转头对楚七爷问道 楚先生 我手下的话不中听 还望你见谅 不过他们的话倒是点醒了我 这次咱们是在你的催促之下 才连夜出海的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 我们可以从长记忆 不必急于一时 那你之前为什么会这般着急呢 楚七爷当即脸色一暗 沉声回道 曹老哥 这是其实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 之前我们之所以那么着急 是因为依照往年的气象数据 女王眼在最近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是天气最平缓的一段时间 虽然这里依旧还是随时会起风浪 可根据数据上来看 概率会低很多 因此我们才会如此着急地赶过来 但是如今咱们人都已经顺利到这里了 也就没有必要再赶时间了 急急忙忙地反而容易出乱子 也怪我方才没有说清楚 才让你船上的兄弟误会了 不过也不打紧 这是总是要有人先下水牵头的 你的人先下水了也没事 咱们现在跟上接应着就好 说话间 楚七爷便给自己的几个手下 打了一个手势 楚家的人立刻纷纷站起身子 开始做起下水的准备 其实草把头自己此时心里十分清楚 六子和老黑虽然嘴上说的是怕时间赶不及 但实际上就是在打抢先的念头 说白了他们就是怕楚七爷反悔 要跟他们争抢这笔黄金 因为依照道上的规矩 楚七爷是这次的施主 真要有黄金 所有权那也是归楚七爷的 到时候只要楚七爷翻脸不认账 草把头他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因此六子和老黑才要抢着先下水 只要这笔黄金他们先寻到了 起码草把头他们就能分到一半 即便到时理论起来 草把头他们也站着理 旁人也没有法子对他们说三道四 对于草把头手下的这点小心思 自然是瞒不住楚七爷的 可是楚七爷却一直洋装不知 没有将此事点破 这分明是在给草把头留着面子 草把头对此又怎会不知 所以心生羞愧的草把头 此时只是在一旁红着一张老脸 始终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而熟知草把头为人的铁头 在一旁见到了草把头脸上的这幅神色 心知此事过后 六子和老黑这两个人 定然是要给草把头那边一个合适说法 否则这是只怕事过不去了 然而此时要是临前 草把头自然不想节外生枝 他也更不会当着楚七爷这些外人的面 来数落自己兄弟的不是 于是草把头当时只得阴着一张脸 彻底放下了自己把头的架子 将船上接下来的所有决断 全部交由楚七爷来安排 这个时候 楚七爷的手下已经一切准备妥当 在楚七爷的号令之下 几个人先后入水 随着水面上激荡起的层层水花 几个人转瞬之间便消失不见 而楚七爷与草把头他们 则开始在船上耐心地等候起来 约莫着过了能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楚七爷一名留在船上的手下 突然指着海面叫了起来 海里有东西 楚七爷与草把头闻声望去 只看到海中有一条细长的黑影 迅速从他们的船底掠过 瞧着那样子少说也有三四米长 楚七爷见到这条黑影 惊呼道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这么大 随着楚七爷的这声惊呼 留在船上的人 随即纷纷向水下的人发出了信号 告诉他们有突发情况 让他们迅速返到船上来 而草把头这边 还没来得及回楚七爷的话 铁头却在一旁叫了起来 这海里的东西不会是龙吧 草把头文言立即骂道 亏你也是个老海民 咱们这海里有多少体型巨大的玩意 你还不清楚吗 就这么一条比尼秋 尝不了多少的东西 你管它叫龙 我看你是这几天脑子里想龙想的太多了 你现在试看啥东西都觉得是龙 铁头被草把头这般一讯 历史便没了动静 而楚七爷却还是有些放心不下的问道 曹老哥 依你看这条黑影会是什么东西 草把头摇头回道 这个我可说不好 海里的古怪东西太多了 你看如今你们美国人的飞机都上月亮了 可还是没人能去海底最深的地方瞅瞅 我听人家说 这海里最深的地方有一万多米 比珠穆朗玛峰还多出来好几千米呢 你说就这么一条黑影 谁能打包票说它究竟是什么 这时 草把头望着船上迅速被拽回来的腰声 又低声对处七爷言道 不过这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咱们先把人叫回来 确实比较稳妥 说话间 楚七爷潜水的那几个手下 已经冒出海面 船上的人将他们连拉带拽地弄上了船 那几个人一上船就问旁人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把他们从水里叫上来 楚七爷问他们 有没有在水下发现什么异常 那几个人回说 并没有在水下发现什么异状 而且他们还告诉楚七爷 说是水底下沉船不少 应该都是这些年来 在渔王眼遭遇风暴而沉没的船只 赤犬丸他们还暂时没有找到 不过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他们应该能够寻到 楚七爷当即又追问道 你们在水下没有看到大鱼之类的生物吗 楚七爷这话一问出口 他的那几个手下便疑惑地相互对视了极叶 随后回道 这海里的鱼确实不少 但是大鱼的话 说着话 楚七爷的一个手下 伸出手笔划了一下 约莫能有半米多长的样子 七爷 我看见有这么长的鱼 这算是大鱼吗 楚七爷皱眉摇头道 我说的是三米左右 比一个人还要长的那种鱼 你们有没有见到 楚七爷的那几个手下骇然道 这么大的鱼 我们可没见过 七爷 你别是说的鲨鱼吧 之前咱们不是已经查过了 这块海域并没有鲨鱼的啊 楚七爷回道 不是鲨鱼 如果是鲨鱼 就你们几个 现在哪里还有命在这里跟我说话 我说的纳鱼的身形是细细长长的 但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也没看清 我们也只是看到了水里的一道影子 楚七爷的手下文言一愣 你们在上面 真的看到下面有这么长的影子了 可是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啊 这到底会是什么东西 就在楚七爷跟他的这些手下交谈之际 突然一旁的草把头大声言道 你们先别管这水里是什么东西了 你们在下面 有没有看见我那两个先行下水的兄弟 为什么他们现在还都没上来 听到草把头这番话 楚七爷他们这才注意到 尽管铁头那边早已发出了 尽快出水的信号 可是依旧没见六子和老黑的踪影 他们两个就如同凭空消失了一般 眼瞅着时间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两个人居然始终连一个回音都没有 草把头见状心知事情不妙 对着海面高声叫喊了数声 可是此时的渔王眼风平浪静 海上连半个人影都看不见 哪有又有六子和老黑的踪迹 就在这时 草把头听到远处有呼救的声音 他站上船首寻声一望 只看到在四五十米远的海面上 冒出来了两颗人头 正在不住地挣扎 草把头定睛一瞧 发现这两个人正是六子与老黑 当即草把头就指挥着铁头 将船驶了过去 而楚七爷这边立马也跟了上去 当草把头把六子和老黑拉上船之后 二话不说 直接就在他们的屁股上 一人踹了一脚 就听草把头大声骂道 老子的话你们两个听不明白 让你们等着一起下水 你们先下去干嘛 叫你们上来也装死 连个回信都不没有 逃到这么远的地方上水 你们是拿着咱们这么多人耍是不是 草把头的话音刚落 那叫六子的便苦着脸回道 把头不是咱们有意跟你来拧的 提前下水是我们两个的不对 可是刚才不上水这事可怨不得我们 咱们两个人 可是差一点就没能上来 草把头文言一惊 忙问六子和老黑他们两个 方才在水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六子文言惊魂未定地回道 我们好像看到龙了 原来六子与老黑方才不顾铁头的阻拦 抢先下水之后 没费多大的功夫就潜到了水底 当时六子和老黑的心中还十分高兴 觉得这回他们不需要潜太深 应该可以免除减压病症之苦 要知道潜水这东西很容易让人患上减压病 这种病其实就是潜水员从深水上岸时 会因为身体周遭环境压力急速的改变 而造成生理上的不适与病痛 有的时候甚至还会致命 说白了就是弃压病的一种 因此很多送人去海中身前的船之上 还都会配有减压舱 以缓解潜水员上水之后的病症 可是在草把头的船上并没有这种减压舱 每次船上的人潜水上来之后 都得要靠着自己身体硬抗 而这次鱼王眼的海底 约莫着也就十米左右 六子和老黑等下从水里出来之后 身体上应该会轻松许多 六子和老黑潜到水底之后 发现四周散落着不少沉船的残海 有木船 也有铁皮船 瞧这样子 估计几百年来鱼王眼这里 确实是吞噬了不少过往的船只 六子告诉草把头 按理来说 像他们这些在海上跑船的 海中的沉船平日里 都是十分常见的 然而鱼王眼海底的这些沉船 依旧还是让他们为之大胆震惊 六子与老黑说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多的沉船 鱼王眼海底的场景就如同是漠视 两人游走于这些沉船之间 一股惊骇之情在心中溅起 许久两人都没能缓过神来 好不容易 六子与老黑在这些沉船之中 寻到了赤犬丸 只见此时 赤犬丸的船体已经从中间断裂 整个海底 随处可见从船舱里散落出来的木箱 估计是因为当时船上发生了爆炸 再加上风浪的作用 赤犬丸这才不堪重负 断成了两节 六子与老黑沿着赤犬丸的外围转了一圈 便开始在海底的这些杂物中搜寻起来 可是赤犬丸当年所运输的货物实在太多 加上这些货物又沉浸于海中多年 海中的生物多有附居其上 因此六子两人的搜寻速度极为缓慢 二人连续翻找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木箱 都没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在这时 老黑突然冲着六子打了一个手势 随后将电筒的光柱 打到了不远处的一口木箱上 六子顺着老黑电筒的光线一瞧 发现在那木箱上印着1934这几个数字 一瞬间 六子就想起之前 楚七爷曾经在船上告诉过他们 当年日本人用来装龙骨的那个木箱 编号就是1934 而这口木箱此时被半埋在海底的泥沙之中 虽然箱子上的号码并不能完全看真切 可是就凭1934这几个数字 这箱子十有八九 就是楚七爷他们此行想要找的龙骨 当即六子与老黑便将手里的东西一扔 朝着那个木箱便游了过去 六子当时在水底是连游带走 好不容易他与老黑到了那木箱的近处 六子却突赶自己的脚下背绊了一下 六子低头一瞧 发现原来刚刚自己是踩在了一口木箱上 这木箱在海中泡久了 木头早已锈掉了 因此六子一脚踏上去 这木箱历史撒了架 箱子里面的东西掉落了一地 可是当六子瞥见箱子里的东西时 他却不由地大吃一惊 他匆忙拉着还在继续前行的老黑 抬手朝着自己的脚下一指 老黑回头一望 立马也睁圆了双眼 当场老黑就抓住了六子的手 兴奋地摇晃了几下 只见在六子的脚下 此时黄灯灯的一片 满是一堆黄白之物 饶是这些金砖在海中泡了这么些年 可依旧南党演其表面的炫目光彩 随着六子与老黑电筒光线的照射 顿时两人深周的海水 呈现出了一片赤黄之色 六子与老黑这时才想起 当年日本人是将龙骨和黄金 一起秘密押运上船的 这两样东西 肯定在船舱里摆放的位置很近 如今他们既然已经寻到了黄金 那些龙骨自然也就在附近了 望着脚下的这些黄金 六子和老黑发现 四周散落的这些杂物之中 该类型的箱子少说还有十几箱 被眼前这番场景 充晕了头脑的两人 当即便蹲下了身子 抓起脚边的这些金砖 就开始往自己随身携带的潜水包里摘 全然忘记了龙骨这档子事 就在两人捡食这些金砖的时候 突然一道黑影从两人的头顶急速掠过 六子冷不丁地被这黑影吓了一跳 瞎意识地就往旁边一躲 而老黑由于正在低头拿金砖 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条黑影 转眼之间 这条黑影便又游了回来 朝着背对着他的老黑便冲了过去 由于在水中无法出言示警 六子只得不停闪烁自己电筒的光线 向老黑发出提醒 而老黑看到六子朝自己的不住地闪着手电 一时之间也没有反应过来 等到他终于意识到危险临近之时 却已经为时已晚 老黑还没来得及转过身子 就看到那道黑影 直接撞在了老黑的后背上 瞬时间老黑便被撞飞 连番带滚的 在水里足足飞出去了十几米远 六子这时也顾不上再去捡金砖 一跃而起 将手里的金砖朝着那黑影丢了过去 怎奈那黑影实在是游得太快 六子的这块金砖抛过去砸了一个空 而老黑那边 却倒在水里半天没有爬起来 六子匆忙游到老黑的身边 将他扶起来一瞧 发现老黑并无大碍 只是因为刚刚在水里转了几圈 有些迷糊了 而老黑此时背上了氧气瓶 也很明显地凹进去了一个坑 显然方才那黑影 正好撞到了老黑的氧气瓶上 这时六子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心到幸亏刚才那黑影撞到的 是老黑身上的氧气瓶 如果这一下是撞在身上 老黑哪里还有命在 当即六子也不敢再多做逗留 拉着老黑就一路上浮 而那条黑影随后又连续冲上前来 袭扰了六子他们几次 得亏六子与老黑都是老海民 水下的经验十分丰富 在两人的全新防备之下 愣是没让那黑影钻到空子 经过几次短暂的交授 六子与老黑也终于与这条黑影打上了照面 两人惊诧地发现 这是一条四米来长的巨型海兽 整个身子狭长柔软 在水中游动时 显得异常灵活 六子与老黑何曾在海中见过这种巨兽 加之这几天 又一直在与楚七爷讨论 迎川坠龙之事 当即两个人便都下意识地 将这条东西当成了龙 心中更是平添了几分恐惧 当即两个人便相互拉扯着 向水面游去 可是两个人游到一半 突然发现自己悬在了水中 上不能上 下又不能下 六子这时突然反应过来 这是因为两个人身上带了太多黄金 致使自身重量太大 所以这才无法上浮 此时的六子与老黑 哪里还顾得上这些黄金 一门心思地只想着逃命 两个人便将袋子里的黄金 一块接一块地掏出来丢在水中 随着二人的潜水袋渐渐变轻 六子与老黑这才能继续上浮 好在那黑影也没有再继续攻击两人 六子与老黑随后变出了水面 又被草把头与楚七爷给救上了船 两个人这才逃过了一劫 听完了六子与老黑的这一番陈述 草把头这边还没来得及再说话 楚七爷便激动地在一旁抢颜问道 你们真的在下面看到龙骨的那个箱子了 六子文言苦着脸道 楚老板 这是我还能骗你不成 你要是不信 我这有东西 说着话 六子便伸手往身侧的口袋里一掏 便取出了两块金砖 光光两声 便扔到了楚七爷的脚边 楚七爷望着这两块一尺来长的金砖 一脸若有所思的神色 而就在楚七爷沉默之时 老黑那边 也从身上掏出了两块一模一样的金砖 放在手中摊开来让楚七爷来看 这时就听六子对楚七爷道 楚老板 原本我们两个人的袋子都是满的 可是这些金子实在是太重了 我们只要戴在身上就没法子浮上来 所以我们也是没办法 只能把这些金块扔掉 结果扔到最后 我们手上就剩下这点了 不过在水底确实还有十几箱 这是我们亲眼瞧见的 千真万确 楚七爷文言摆了摆手道 我不是在说金子 我是说龙骨 六子当即皱眉回道 楚老板 我说的也是龙骨啊 你看我们手上的这些金砖头 不是假的吧 你说的那个龙骨的木箱 就在这些金子的旁边 不过那个箱子 可比这些装黄金的木箱大多了 你要想把那箱子弄上来 估计你得费些功夫了 六子这边话刚说完 楚七爷的一个手下 便心有不满地质问道 你们刚才既然都看到那个箱子了 为什么不把那箱子打开 将里面的东西取出几样带上来 依我看 你们的眼里只有钱 一看到金子 别的就什么都不管了 但是你们别忘了 我们楚家花钱 是请你们过来找龙骨的 而不是来打捞黄金的 楚七爷这手下的这番话 说的着实是有些难听 草把头在一旁听了 都觉得有些刺耳 可是碍于楚七爷的面子 草把头只得阴忍不发 然而六子与老黑两个人 却全然没有这份顾忌 当即就听他们两个回骂道 楚老板之前可都说过了 我们只是开船送你们来鱼王眼 捞龙骨这事可是你们自己的活 怎么 如今你们又把这货给推回来了 那我们到底是送你们来鱼王眼的 还是下水帮你们捞东西的 眼见两边人一言不合 这就要吵起来了 草把头于楚七爷赶忙喝住了各自的手下 随后又出言训斥了几句 这才让众人全部闭上了嘴 就听楚七爷对手下人道 你们若是有力气跟人吵架 不如把这劲头留着到水底下去用 别管那条黑影是什么东西 你们这次下水带上鱼枪 只要他敢冒头 你们就对他下杀手 无论如何 你们也要把那个装龙骨的木箱 给我弄上来 一次拿不完 你们就多跑几趟 现在咱们还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们几个人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千万不要浪费时间 楚七爷的这般手下闻言之后 齐声应了一声 随即便取过鱼枪 准备再次下水 然而还未等这群人走去传弦 曹把头伸手便将他们拦住 高声道 不行 你们不能下水 说着话 曹把头扭头对着铁头 和另一个掌船的人命令道 快开船 咱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楚七爷文言一愣 随即问道 曹老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东西了 你怎么说走就要走 曹把头这时沉着脸回道 楚老板 不是我诚心要与你们找麻烦 实在是这个地方咱们不能带了 而且不仅仅是鱼王言 这方圆几十里的海域 咱们都不能停 依我看 我们最好是找个路上的码头 套岸才最稳妥 楚七爷当即隐约明白过来 曹把头的言中之意 曹老哥 你知不是觉得这里有危险 曹把头点了点头道 没错 我估计不用多救 鱼王眼这里地龙就要动了 到时候地动山摇 指不定还会有海啸 咱们还是趁早离开为庙 不能再做逗留了 楚七爷其实也清楚 曹把头口中说的地龙就是地震 只是他不明白此时这晴空万里的 曹把头为何会突然断言有地震要发生 这时曹把头也看出了楚七爷心中之疑 于是他也没再废话 直接指着海中道 你们知道那个黑影是什么 我刚刚才想起来那是什么东西 咱们在这个时候看到它 可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楚七爷惊道 这黑影到底是什么东西 曹把头随即回道 这是一种鱼 过去民间都叫它海龙王 也叫黄带鱼 今天咱们瞧见的这条 其实还不算大的 这种鱼据说能长到十米多长 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俄国的老鱼民 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 这荒带鱼在欧洲被叫做大海魔王 以前欧洲的海民都说 海里有一种巨大的海蛇 能够撞翻船只 撕裂船舵 其实他们说的就是这种鱼 楚七爷不解道 可是这荒带鱼与地震有什么关系 曹把头叹气道 楚老板你是有所不知 荒带鱼一般都是生活在深海水域 据说都是几百米 甚至是几千米的深度 很少会出现在潜水的海域 可是一旦地质出现变动 他们的栖息环境发生了改变 黄带鱼便会受惊离开深海 有止潜水避难 海边的老人都知道 一旦在近海瞧见了黄带鱼 那就意识即将会有大地震发生 因此这黄带鱼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地震鱼 楚七爷文言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道 地震鱼 草把头这时又接着言道 楚先生你是知道的 鱼王眼这里离着最近的大陆 也有近千海里呢 这种地方突然在潜水海域出现了黄带鱼 你说这还会有什么好事吗 肯定是咱们脚底下的这块海域 要动地龙了 这要是别处也就罢了 可是偏偏是鱼王眼这里要地震 你之前也说过这里有什么海底火山 而且鱼王眼这里原本就不太平 这要是地震了 什么海啸 漩涡 暴风雨的 肯定会接踵而至 咱们若是继续留在这里 只能是死路一条 楚七爷听了草把头之言 反问道 地震这是你有多大的把握 草把头想了一下 回道 没有八成的把握 我也有七成 这种黄带鱼 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进水 而且黄带鱼虽然体型硕大 但它并不是什么凶猛的鱼种 刚才它居然会主动攻击六子鱼老黑 肯定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所以才会有这种反常之举 而黄带鱼这种庞然巨物 平时就连海里的惊沙之类 都不敢轻易与它为难 又有谁能让它受到这般的惊吓呢 依我来看 肯定是深海里面要出事了 楚七爷这时摇了摇头道 不 这黄带鱼并不是受惊吓之故 才去袭击六子他们的 而是因为六子他们太过靠近龙骨了 草把头听后一道 这和龙骨有什么关系 楚七爷当即正次回道 龙乃水族之王 所有的水族都以龙为尊 这是自羽王治水以来水族的天性 就像山中的老虎去世 尸身不倒 百受畏惧依旧 对于水族也是如此 虽然木箱内只是陈年的龙骨 但是水族还是不惜人类对其惊扰 因此六子他们方才拾取金砖石 在那黄带鱼眼中 却觉得他们是在对龙骨图谋不轨 所以才对他们发起了攻击 后来六子他们浮水上来 远离了龙骨 那黄带鱼也就随即停止了对他们追击 不然 如果黄带鱼攻击六子他们 真的是因为受惊的话 怎么会半途放过他们呢 草把头听到这里 不由点了点头道 楚先生你说的也确实在理 你别看这黄带鱼长得大 其实脑人子也就那么一丁点大 所以这种鱼脑子直 性子拗 不撞南墙不回头 他能半途放过六子和老黑 确实是有些奇怪 听你这么一说 这就解释得通了 草把头和楚七爷这边正说着话 一旁的铁头却突然插话道 两位老大 你们要想聊这些 等咱们出了一片海再聊成不成 地震鱼都在咱们眼门前了 现在地龙随时都有可能会动 咱们还是赶紧先走吧 哪只铁头的这句话刚一说完 就遭到了六子与楚七爷那班手下的连声反对 六子说 他和老黑拼了命 才不过带回来四块金砖 可是水里面起码还有两三百块金砖 在等着人去拿 他和老黑无论如何也要再下水一次 这次他们要带上牵引绳 少说也要再弄两整箱的金砖上来 而楚七爷的那班手下 自然是因为多年追寻的龙骨 如今已经近在眼前 他们不想夜长梦多 恨不得一刻都不再耽搁 更何况就算草把头他们不说 楚七爷的手下也都知道 女王眼这块海域地是古怪 十分罕见 今日若是这里发生了地震 势必会地形大变 究竟不在 就算事后他们再来 只怕再也无法在海里寻到纳士犬丸与龙骨 因此今天很有可能 就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机会 对于这一点 六字与老黑其实心中也十分清楚 所以两人即使冒着地震与黄带鱼 这双重期限 他们执意要再次下水 说到底 他们也是怕过了今日 再也没法找到水里的那批黄金了 这时就听草把头 对着六字和老黑愤然骂道 命都没有了 你们还要金子干嘛 再说这些金子捞上来 也都是要上交给国家的 你们赶妹下来 那可是要坐牢的 为了跟自己没有一点关系的黄白之物 你们连命都不要了 你们也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你问问你们老婆 他们没了男人 孩子没了爹 手里拿着这些金钉子 他们能笑得出来吗 草把头这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顿时就将六字和老黑给骂得不敢言语了 人都说这才迷心窍 草把头若不是身上得了癌症 命不久矣 只不定也会想着跟六字他们赌一把命 可正是因为他得了病 才知道性命的可贵 更明白好好活着 才是对自己家里人最好的照顾 因此草把头这才出言 打消了六字和老黑的念头 可是草把头的这一番话 只是说给了六字和老黑听 楚七爷那边的人 他却并没有提及半句 毕竟楚七爷的手下 只能留给他自己管教 自己若是插了手 大家的面子上都不会好看 而且这龙骨对于楚家意味着什么 草把头的心中也十分明白 所以楚七爷到底会是怎么一个决定 这事还真有些难说 果不其然 草把头骂完了六字和老黑之后 楚七爷那边却老半天都没有说话 看着楚七爷这副迟出不绝的态度 草把头终于忍不住急到 楚先生 现在可不是犯迷糊的时候 人命要紧啊 你要是再这么犹豫下去 咱们所有人说不定就都要折在这儿了 楚七爷文言终于长叹了一口气 决然道 曹老哥 你带着你们的人先走吧 我们不走了 今天这龙骨我们是志在必得了 就算是死 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这个机会从我们跟前溜走 草把头此时 一脸不敢置信地望着楚七爷 于众心肠地道 楚先生 在我心里 你可不是这样一个糊涂人啊 这次龙骨没了 还可以再去找别的 你们人要是死了 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你们也都是有亲朋好友的人 你们就这么坦然赴死 一身英雄气概 无畏无惧 可是你就没问问你们要去送死 家里人都答应了吗 这时楚七爷那个负责开船的手下 突然开口言道 七爷 您还是跟他们走吧 我们几个留下就够了 我来掌船 阿伟他们潜水找龙骨 您没有必要留在这里陪我们 等我们找到龙骨就去与你们会合 您放心好了 我们不会有事的 楚七爷文言摇头道 不成 你们都是我点名跟家里要的 我既然带你们出来了 就一定要一个不少的 把你们给带回去 咱们楚家没有贪生怕死的兵 也不会有临阵逃脱的将 我今天无论怎样都要留下来 就在众人争论之际 铁头那边突然叫了一声 随后便见他指着海面大声叫道 你们快看 草把头鱼楚七爷他们 当即随声望去 只见此时的海面 不知何故有大量的气泡溢出 而在水面之下 十数条巨大的黑影在不住的翻滚 桥那身形似乎都是黄带鱼 而且每一条都要比先前众人见到的那条要大 虽然大家没有见到草把头之前说的 那种十多米长的巨型黄带鱼 可是打眼一瞧 七八米长的雀跃墨者能有三五条 当即就听草把头高声叫道 咱们不能再等了 海里都冒泡了 地龙随时要翻身了 现在要是再不走 等一下咱们可就真的走不成了 哪知 草把头话音刚落 他就听到一声闷响 身前的楚七爷随声身子一软 瘫倒在地 草把头惊诧地向楚七爷身后 那几个手下一看 顺时就明白过来 楚七爷居然是被他手底下的人给打晕了 草把头当即大声质问道 你们疯了吗 你们几个晚辈怎么敢跟七爷动手 打晕楚七爷的那人立时回道 曹先生 等七爷醒了带我们到生歉 楚家没了我们可以 但是不能没有七爷 如果这次我们侥幸有命回来 我们必然跟七爷当面磕头认错 可如果我们没能回来 那就转告七爷 我们能有幸在他手下做事 死而无憾 说完这话 那人便抱着一支鱼枪 跳入海中 其余的几个人合力 江楚七爷搬到了草把头他们的山板上 也都转身纷纷跳入了水中 转眼便消失不见 这时就看到充气挺上 留下来掌船的那个楚家人 脸带笑容地冲着草把头点了一下头 随即那人便将头转了过去 背对着草把头一群人 肩头耸动了几下 瞧那模样应该是哭了 草把头心中明白 这事上哪里有当真不怕死的人 谁还不想好好活着呢 可是对于楚家人而言 有些事情就是要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 外人是否能够理解 楚家人并不在意 生死取舍之计 他们只求问心无愧就好 当时的那个情景之下 草把头也没有心力再去出言宽慰 那正在抹眼泪的楚家人 他只得将手一挥 吩咐铁头赶紧开船 加速离开渔王眼这片海域 铁头得了草把头之令 自然也是不敢耽搁 直接便将山板上的马达推到了最大 带着一船的人 飞速向着鱼王眼的外延撤离 由于之前铁头开船 已经在暗礁群中走过一趟 因此他对一路上暗礁的位置 基本心中有数 所以这次 草把头他们在暗礁群中的穿行 要比先前快了许多 到最后用了还不到先前一半的时间 便全员顺利地返回到了船上 众人刚一上船 守船的人便出言询问 为什么只有他们这一艘船回来了 楚七爷他们怎么没有跟着回来 结果草把头他们还没回话 船上的楚家人 便瞧见了背六子他们 抬上船的楚七爷 当场这人便高声喝道 你们把七爷怎么了 他怎么这副样子 草把头此时 哪里还顾得上 与他解释楚七爷的事 连话茶都没接 他便吩咐铁头 寿侯他们赶紧开船 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渔王眼这片海域 寿侯一直守在船上 他并不清楚众人在渔王眼里 到底遭遇了什么 可是他一瞧众人此时脸上 那一副紧张万分的神色 当即反应过来事情不妙 于是寿侯他也没有再多问 转身就跳上桅杆 指着西北方向叫道 往那边开 那边没有暗叫 铁头这边早就已经钻进了驾驶舱里 寿侯的话刚一说完 他就将船启动 沿着寿侯所指的方向加速驶去 而六子和老黑则在一旁 将刚才在渔王眼所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时地说给了楚家人听 楚家的人原本对六子他们的话 还抱着一丝怀疑 可是当他看到六子和老黑手里的金砖之后 终于相信六子他们所言非虚 顿时间这人的情绪就绷不住了 当即就抱住昏迷不醒的楚七爷 高声痛哭起来 草把头此时心中一片索然 这次出海之前 他曾经设想过 此行自己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 但是他却怎么都没有料到 事情会发展成眼下的这种局面 虽说留在渔王眼的那些人 都是楚家的人 可是这几天相处下来 大家说说笑笑 打打闹闹 多多少少也有了一些感情 如今这一大群活生生的人 留在那里等死 这让草把头又怎么可以无动于衷呢 草把头这一行人开着船在海上一路急行 足足开了差不多能有半个多钟头 就在众人无言 各有其思之时 草把头就听到楚家的那个人叫了一声 草把头寻声望去 发现是楚七爷醒了 草把头当即走上前 询问楚七爷现在觉得自己的身子怎么样 楚七爷坐在地上 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随后楚七爷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后颈 又望了往深州 对着那一只陪在自己身边的手下问道 阿卫他们呢 楚七爷的那个手下听言 也没作答 只是哭丧着一张脸 一口一个七爷的叫着 嘟嘟囔囔的 半天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楚七爷见了这人此时的神情 立即就明白了过来 随即楚七爷挣扎着站起身子 冲着草把头大叫道 现在就把我送回渝王眼 我不能把我的人丢在那里不管 草把头文言脸色一沉 正色回道 楚先生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 但留在那里是你手下人的选择 当时你不省人事 我也没有权利去指派你的手下 所以我只能带着你回来 而且我们的船 已经离开渝王眼半个多小时了 我们现在肯定不可能再掉头回去了 你手下的命是命 我这群兄弟的命也是命 我不能为了救你的手下 拿着我兄弟的命去冒险 这点我希望你能明白 说着话 草把头便把阿伟他们 拜托自己带给楚七爷的话 一字不差地跟楚七爷复述了一遍 楚七爷听完之后 顿时便老泪纵横 遥望着渝王眼的方向 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时草把头走到楚七爷的身边 出言安慰道 楚先生 你也不要太过担忧 咱们离开渝王眼 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或许渝王眼那里并不会发生地震 或者就算有地震 也要晚上几天 阿伟他们今天 也不一定会遇到危险 毕竟海里的事情谁也说不准 楚七爷听了草把头的话 无奈地笑了一声 草老哥 我知道你是好意 刚才也是我自己失态了 实在是有些过意不去 不过你的话说说便好 你我都知道 这些话都是当不得真的 海里那成群结队的黄带鱼 还有从海里犯上来的那些气泡 这些都是咱们方才亲眼看见的 你说这鱼王眼 今天怎么可能会没有异动呢 哪知楚七爷这边话刚说完 众人就听到 从天边传来了一记闷雷的声响 草把头乍一听这雷声 便在心中暗道不好 寻声一望 只看到鱼王眼方向天色骤变 原本此时已经傍晚 云层低垂 赤霞万里 可是随着这声闷响 鱼王眼那个方向的天空一片雀红 还是不时的有雷光闪现 紧接着整个海上便开始起风 浪头都比之前大上了许多 海面上不停的有鱼跃出水面 转眼之间 乌云席卷而来 天穷迅速暗淡了下来 暴雨倾盆而下 雨点夹杂着冰雹砸在船上 叮当作响 整条船都跟着在海中摇曳不止 看着深周海上的这般场景 满船都没有一个人说话 所有人的心里都明白 鱼王眼那里 只怕已经发生了最坏的状况 而阿伟那些留下的人 此时时之八九已然是凶多吉少 这个时候 无论再说什么都已是徒劳 草把头不想说话 楚七爷更不想多与旁人交谈 大家就这样沉默不语地 筑立在甲板上 任凭四周风雨大作 雨水浸透了众人的衣衫 也彻底浇灭了大家最后的希望 草把头一行人 驾船返回到岸上之后 楚七爷刚一下船变病倒了 虽然楚七爷对众人自嘲说 自己真的是年纪大了 吹个风 零点雨 身子就架不住了 可是草把头心中确实分明白 楚七爷病倒的真正原因 草把头他们撤离渔王眼 都过去几天了 但阿伟那一群人始终音讯全无 现在看来 阿伟他们应该是已经葬身大汉 生还无望了 而楚家追寻多年的龙骨 如今也多半是无法寻回了 倘若这龙骨一直没有什么消息 楚七爷对此估计也不会太过忧心 可是偏偏这一次 那龙骨已经近在眼前 几乎可以说是伸手可得 但最后的结果还是功亏一篑 最终 楚家多年的努力化为泡影 还平白搭上了那么多人的性命 这种事情不管是放在谁身上 想必都很难被接受 更何况 楚七爷他还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 楚七爷去医院的第三天 楚家就来了人 他们找到草把头 又多加了一笔钱给了他之后 楚家便带走了楚七爷 后来 铁头和六子他们背着草把头 寻了一个渠道 将手上的几块金砖全给处理掉了 换回来的钱全部都交给了草把头 而草把头直到钱送到自己手里 他才知晓此事 铁头和六子他们跟草把头说 他们听说草把头身上的这种病 国外有地方能治 他们将钱都交给草把头 就是希望他可以拿着这笔钱去治病 虽然草把头之前一直想的 是要将这些金子交给官方 但是事到如今 他也别无他法 一来他不能冷了兄弟们的心 二来他也不想给铁头他们 招来没必要的麻烦 可是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没过多久 渔王岩海里有黄金的事就传开了 不少要钱不要命的主 全开船奔网了渔王岩 结果几个月折腾下来 这十几波人马全都是一无所获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草把头他们也对再探于王岩这事 彻底死了心 这个时候 草把头身上的病已经越发严重了 可是他拒绝了铁头他们 让他拿着钱出国治病的提议 只是将那笔钱存进了银行 随后把存折放在了自己老婆那边 草把头跟自己的那班兄弟说 他们都是靠海吃饭的 每次出海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 不留点钱给家里 万一以后自己遇到个三长两短 让家里人怎么活 他身上的病自己心里有数 完全没必要再浪费钱了 因此他把钱存起来 谁也不能动 一旦他们这些人里谁出了意外 或者得病招灾了 就可以从这笔钱里拿出一些来就集 在草把头的坚持之下 铁头他们都同意了他这一决定 没过多久草把头病发去世 铁头一群人在商量之后 觉得这笔钱一直放在银行里 也不是一个事 钱生钱才是正经的道理 于是他们拿出了那笔钱 买了几间门面房 做起了路上的海产生意 没几年一群人便发了家 买楼置地的 再也不做出海的生意了 而楚家那边经此一劫 好些年都没有再派人来国内 再来的时候 就是那次内蒙坠龙的事了 楚七爷后来听说病愈之后 整个人的精神头就不太行了 估计是年纪大了 又受了这般刺激 已经失掉了自己最后的那点锐气 不过这对楚七爷来说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上了年纪留在家中一样天年 总比继续在外面拼力搏命要好 不过听说楚家后来 还是让人往鱼王眼那边走了一趟 原本都以为楚家是对龙骨不死心 想去再碰碰运气 可是后来才知道 楚家只是在鱼王眼 给阿伟他们做了一场法事 在祭奠了阿伟一群人的英魂之后 楚家便悄然离去 而鱼王眼那里 在热闹了一阵子之后 又便回成了海民们的禁地 再也无人涉足 家里的老头子们曾经说过 其实这世上有很多 看似虚无的事情 然而却有无数人为之而奋斗一生 更有甚者还为其献上了自己的生命 在外人看来这些行径可能很傻 可是毕竟这时间 两条腿的人虽然遍地都是 但他们肩膀上扛着的脑袋 却没有重样的 谁若是非要以自己的那些心思 去想旁人的事 那这人不是吃饱了撑的 就是脑子里少点啥 所以对于楚家寻龙的事情 家里从来不会去置评 再说江湖这么大 像楚家这样 形势古怪的人家多了去了 有人几代都在寻仙万道 有人追求长生 也有人醉心屠龙之计 还有人天天就想着 要去找历史上那些神秘失踪的宝藏 可是也没见有 他们几个人成功过的 但这些人还不是在世代努力 从未放弃过家里先人留下来的祖序目标 我们这些外人又有什么资格 去嘲笑他们摆着不挠的毅力 与被几代人 共同守护的那份坚持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请订阅和分享